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大秦》 不装了,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共同出品 第561集 大秦太子 姬无双恶然地看着面前的一幕 有些没有回过神 秦军就这么交出咸阳了 阿浪做了什么呀 此时皇宫前 当赵浪看着自己的人手出现在城头上 老爹也在自己人保护之下的时候 他终于慢慢走向了皇宫 其他人也是随之跟上 韩王成为王舅犹豫了一下 小六及时出现在两人身边 赵浪神色复杂 一步一步走上了皇城城头 最终还是来到了老爹的身边 看着面前截然不同的老爹 赵浪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有些声色地喊道 爹 秦始皇看着面前 稚气禁躯的赵浪 眼中微微泛起了一层雾气 一旁的赵高连忙提醒 太子殿下 要称父皇 皇家 是有自己规矩的 只是他话音才落 秦始皇就给了他一个多事的眼神 看了看长高了不少的赵浪 伸手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秦始皇笑着说道 浪儿 你长大了 赵浪此时却是心中五味杂陈 他没到咸阳之前 想过救出老爹之后 有许多话想要说 此时他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 爹 您真是 哪怕拿下了皇宫 直到现在 他还是有一种强烈的虚幻感 大秦始皇帝居然是我爹 我他妈是一直在造自己的反 拜自己的家呀 想着自己之前那些布置 他心中当然是极为纠结 秦始皇此时笑着点头 赵浪这时候看到了老爹身后的赵叔 那赵叔他是 赵高听到这话 连忙说道 太子殿下 老奴是大秦忠臣 忠车府令赵高 说完还挤出来一个如同菊花一般的笑脸 听到这话赵浪愣了一下 眨了眨眼睛 赵叔就是赵高 之前自己在老爹面前说对方坏话的画面 那一幕幕如同是走马蹬一样浮现在自己的面前 再想一想今天他订的口号略微的有些尴尬 这小老头应该是吓坏了吧 赵浪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看左右 刚好看到了一副狗腿子模样的嗨 嗨这个人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应该是可以聊聊 爹 嗨他的爹是谁呀 孩儿确实没有见过他 这一次轮到秦始皇脸色一红了 呼嗨 过来 呼嗨 赵浪看着跟着自己这么久的嗨 不是 这就是那个残暴的秦二世 呼嗨 呼嗨此时听到呼唤 连忙屁颠屁颠跑了过来 学着赵浪喊道 爹 您叫我呀 一出口就听见秦始皇都没说道 没有礼数 罚金欠两 不是 呼嗨当时就傻眼了 抄一旁的赵浪喊道 浪哥 你帮我 哎 啪的一声 呼嗨话还没说完呢 被赵浪一脚踢到了一边 哎呀 舒服 这脚踢下去 赵浪觉得自己心里边气都顺了很多 呼嗨也来了脾气 他也不是你捏的 他也是有火气的 浪哥 你屁 你为什么打我 他带着几分委屈和怒气说道 他这一路辛辛苦苦的 却只唠了一顿打 这谁受得了啊 赵浪却只是看了一眼胡海 之前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你啊 很牵走 啊 胡海听到这话 人都要气傻了 做梦你就要打我 刚要发脾气呢 就听到赵浪和始皇帝说道 爹 亥这个性子还是要好好地摸一摸的 不然那王位 孩儿倒是不放心给他 啊 下一瞬 胡海就速声说道 父皇 浪哥说得对 只是 谁都没有搭理他 两个人聊着天呢 黄城下传来了一阵的嘈杂声 赵浪寻声看去 李叔正带着一群大臣匆匆赶来 赵浪就是再迟钝 此时也猜到了李叔的身份 而另一旁 姬无双带着大军也已经赶到 妹的卑贱者也出现在远处 墨家游匠聚在一起 护着白老 双方呢 是各自占据了一边 只是人人看着面前的场景 都有些愕然 陛下称病回来了 然后跟反贼站到了一块 这是 这怎么了 天下大同了 世界和平了 眼看着天边亮起一道晨曦 秦始皇此时看了一眼赵高 赵高拿出了之前赵高上天的文书 受命于天 祭寿永昌 始皇帝诏曰 皇子盈浪 文武俱全 天作之才 为大秦太子 称太子盈浪 上高于天 下赵于明 宣告大秦天下 自今日起 大秦有了太子 赵高的话说完之后 皇宫前一片寂静 随后是熟悉的倒地声 只是这一次 声音那是连成了片 城下 所有人极为震惊地 看着城头上的两人 众人心中都满是疑惑 等着归来的始皇帝说明呢 怎么这个病突然就好了呢 怎么这个反贼 突然就成了皇子了呢 怎么就反贼第一次 跟陛下见面 就成了太子了呢 甚至有人产生了疑问 我是谁 我在哪 这是什么地方 只是还不等始皇帝说话呢 一旁的秦军姓氏 就匆匆赶了过来 高沟里一动 聚兵十万 辽东告急 听到这个紧急军报 在场所有人都一片茫然 他们连刚刚的消息都还没消化完呢 高沟里根本就排不上号 城头上的秦始皇却是微微变了一下脸色 今天本来是浪儿的大好日子 他还想着好好庆祝一番呢 就这高沟里 做死啊 敢挑这天找事 看着朝中的大臣 秦始皇忽然间心中一动 赵浪这个突然出现的太子呢 恐怕难以服众 这倒是个机会 朕有些乏了 自今日起 由太子监国 所有人都不由地看向赵浪 秦始皇带着几分笑意说道 浪儿 如今大清无兵无粮 你要如何破敌啊 赵浪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把手中的沙破狼高高举起 又拿出了农家墨家 儒家的玉佩和一家的龙贤墓 对着下方喊道 兵家何在 农家何在 墨家何在 儒家何在 一家何在 赵岗辽东五百里内门人 齐聚辽东攻破敌军 众人看着赵浪手里边那五花八门的信物 都微微张大了嘴 连一旁的秦始皇都看花眼了 不是 浪儿什么时候把墨家也拿下了 只有各家门人点头应试 赵浪此时转头对秦始皇说道 孩儿却是还有一支军队 在向市军中 啊 秦始皇巍巍一瞪 你准备亲自前往 那咸阳怎么办呢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武艺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六十二集 老爹监国 赵浪此时露出了一个笑容 爹 你还记不记得 还是说过 说过正有那一天 我当了太子 您就是皇帝 还请爹带我监国 秦始皇不干了 赵浪的爹踢上去就完了 秦始皇愣了一下 然后怅然打笑起来 好 爹就帮你监国 等你回来 城下的众人 默然看着这一幕 已经是无力震惊了 赵浪此时 心里边就一个念头 你们父子开心就好啊 秦始皇虽然还想着 在这个不正式的朝会上 让赵浪多露露脸 但是国事繁多 有一些呢 只能等赵浪 从辽东回来之后 再做安排 而且昨晚的事情 还留了不少的尾巴 需要好好的收拾一番 不过呢 两人都没有提起 城房的事情 也就是说 咸阳和周围地区 还在赵浪实际掌控之中 爹 我就带着人先去辽东了 赵浪很快说道 虽然说现在确信了 自己的老爹 是秦始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心里辽东才是他主要基地 秦始皇点头 大秦国土不容有事吗 大秦太子守卫国土 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只是他看了一眼赵浪身后的韩王城 卫王秦淡然问道 朗尔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呀 小六已经把两个人的身份说明了 韩王城和卫王秦 此时早就是心如死灰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赵浪居然是秦始皇的儿子 还是大秦太子 这他们不是送上门了吗 这不是 恐怕今天就是他们的死气了 两人都是恨恨地看向秦始皇 反正已经死到临头了 不如多瞪他们两眼 赵浪看了看两人 胆然说道 爹 这两位都是孩儿的帮手 而且孩儿遭一件许诺 他们的王位将会保留 秦始皇听得眉头一挑 浪儿 你之前不是早就说过 六国余孽不可留吗 他之所以弄出这个局面 不就是为了铲除六国余孽吗 而且事实也证明 六国余孽的确是有反性的 必须铲除 赵浪这时候苦笑了一声 虽然说还没时间跟老爹详聊 但是他也明白了对方的做法 这一波呢 属实是自己坑了自己了 在心里边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然后继续说道 爹 六国余孽的确是不可留的 但是并非人人都有反性呢 书经相事 已经将那些具有反性的贵族 举在了一起 铲除他们便已经足够了 不得不说 相事的确是帮了他一个大忙 这些都不用去一一分别了 跟着相事的六国贵族 自然就是有反性的 秦始皇也是微微点头 不过他还是说道 老二 封王可不是轻易能做的事情 赵浪当然明白老爹的意思了 只是笑着回道 爹 您放心 孩儿心中有数 只是这几日 孩儿便会封锁咸阳 除了孩儿的人 所有人不得出城 孩儿的身份 还不能泄露出去 他刚刚已经泄露了 自己诸子百家的身份 而刚刚这些朝臣官吏之中 必定有相事的眼线 而他可还有不少人 在相事军中呢 真要暴露了 那这些人就危险了 秦始皇点头 也就不再多问 只是赵浪此时 反而是迟疑了一下 秦始皇顿时笑道 老二 有何事 但说无妨 赵浪此时说道 爹 孩儿确实知道 敌方有个将领 极为勇猛 孩儿想要收尾己用 当然这个将领 刚好是相事如今大头领 这种小事呢 就不必多说了 那有什么好顾忌的 连这点容忍之量都没有 如何成事啊 赵浪这才点头 起身对秦始皇说道 爹 孩儿还有最后一件事 说 孩儿想要向中车府令 赵高借一样东西 一旁的赵高也是连忙说道 哎呀 太子殿下代说无妨 老奴一定答应 现在赵浪铁定会继承大同 他必须得巴结好啊 赵浪此时笑了笑 接中车府令赵高的性命一用 说着就直接掏起了沙破狼 喷的一声 赵高听到这话直接无声地倒在地上 他这一番心意终究是错付了呀 一旁的秦始皇却还是极为淡然 挥了挥手 让想要上前的黑兵卫退下 赵浪此时挥腔朝着赵高的喉咙一点 迅速收回 对一旁的奴说道 向天下人传消息 赵王已经攻破咸阳 诛杀奸臣赵高 入关中 称秦王 奴顿时领命 自己老爹弄出这么大烂摊子 终究要有个说法 之后呢 秦始皇的病可以好 但是无论如何 已经对天下百姓造成了伤害 这个黑锅得有人背 吩咐完之后 赵浪又俯身把一脸懵逼的赵高扶起来 赵硕 地上凉 您这腿脚的毛病 还是要好好地治一治他 随后跟老爹交代了一声 就离开了这里 看着赵浪离开的背影 赵高一脸呆滞 好一会儿才露出了一个笑容 对呀 奸臣赵高死了 和我赵叔有什么关系呀 秦始皇心中微微有些不舍 但这才是帝皇家的常态 寻常父子之情 那是很难得的 很快 王俭就走了上来 笑着说道 陛下 先回去歇息吧 如今这咸阳城 可是在老臣和太子的十万老族掌握之中 秦始皇笑了笑 老二把咸阳交给了你 他就不担心你会反叛呢 王俭摸了摸自己的胡须 陛下 太子殿下 如今是兵家之手 老臣是兵家之人 就如何会背叛 秦始皇苦笑一声 随后问道 浪尔如今收服了几家呀 赵高连忙说道 如墨兵 农医 一起是五家了 秦始皇听得正想感叹呢 却看到城下的李斯 屁颠屁颠 朝着赵浪跑了过去 是六家了 此时 赵浪正带着人朝着皇宫外面走呢 一道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 胡亥赵浪 你们为何在此 父皇在哪里 到底发生了何事 赵浪转头一看 就看到了高 他看向了胡亥 胡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浪哥 这也是三爹的床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563集 放胡亥 胡亥这时候心里边有点怪怪的 不对啊 是父皇造的孽呀 我为啥要不好意思呀 公子高满心的疑惑 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 他几乎都被软禁了 今夜皇宫出世以后 他一直被侍卫保护在自己的宫殿里 刚刚才解除了封锁 他跑出来就看见了胡亥和赵浪 但胡亥此时却是不耐烦地说道 还不赶紧过来 见过大秦太子 高顿时就怒了 胡亥 你和奸臣赵高把持朝政 竟然敢妄称太子 你是不是害了父皇 我今日就要为父皇报仇 胡亥听的眼睛一瞪 直接上前一个右边腿 一个左正灯 锁喉踢当 贯而插眼 瞬间高就倒在了地上 就听到胡亥恶恶恶恶地说道 不愁 你打得过我吗你啊 还有 谁说我是太子了 浪哥才是 哪怕是身体遭受了重创 听到这话 公子高还是瞬间愕然 脑子更是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候 李斯跑了过来 高正要求救呢 他跟法家的关系还算亲近 丞相 就 话还没说完呢 就见李斯一溜一二就跑到了赵浪的面前 太子殿下 法家早已恭候多时 还有 我家小女 你打算何时迎娶啊 听到这话 赵浪顿时就一脸愕然 他看着面前的李斯 整个人有些懵 法家的事情呢 他好理解 之前如法辩论的时候 他就和对方说过这件事情了 现在看来 对方应该也是看中了他的身份 如今呢 他可以说是 接过了诸子百家之中 最有实力的几家 法家作为一个最务实的学派 向他靠拢 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只是他什么时候 跟对方女儿撤上关系了 李叔 我不认识你的女儿啊 李斯脸色一肃 太子殿下何出此言 我家小女李灵儿 可是到您的庄子上提过亲了 赵浪再次愕然 李斯看着面前的赵浪 心中是又惊又喜 惊的是 赵浪如今展现出来的实力 那简直就是突然意料 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这次陛下不是对方的亲爹 咸阳能不能保住 那是两说 喜的是 自己这个筹码 那可是厚实的很呢 李灵儿之前居然背着他 派人去赵浪的庄子上提亲了 但是那时候呢 赵浪没在庄子上 自然也就没成功 这事被人知道了之后 自己还被不少人暗地里边笑话了 现在看来 那是一部妙其一啊 赵浪此时已经回过神了 微微皱眉 灵儿姑娘是您的女孩 哦 赵浪顿时明白了 难怪对方如此主动 原来是带着任务来的 李斯看着赵浪的脸色 知道自己弄巧成拙了 连忙说道 灵儿他到现在还都不知道 太子的身份 老夫看到年轻才俊 介绍给自己的女儿 总是没错的 赵浪倒是没有怀疑这话 但是这种被人算计的感觉 他极为不喜欢 于是冷然说道 李叔 这些儿女之事 您就不要插手了 李斯顿时就略微有些尴尬 好在赵浪喊他李叔 这道说明情分还在 不过呢 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不是这个 挤出了一个笑容说道 太子殿下说的是 老臣这次来 确实为了法家之事 说着就拿出了法家的信物 一根不起眼的小木棍 这是从商君当年立的 那一块木头上取下来的 还请太子殿下属下 要不是因为始皇帝的关系 他早就想把法家交出去了 现在他反而要担心 赵浪会不会收下法家了 他不知道赵浪 什么时候搞定的墨家 现在的实力 那可以说是极为雄厚 法家跟其他武家比起来 并不占优势 赵浪对法家还是有好感 不过呢 现在法家还要经过一些改造 看赵浪收下信物 李斯顿时露出了一个笑容 太子殿下 您今后就是我法家的首领了 把秦太子成了法家首领 那法家的辉煌也就近在眼前 赵浪听到这话却是皱起了眉 这就成首领了 就没点什么好处吗 李斯有些懵了 不是我连法家首领的位置都给你了 你要什么好处啊 但是现在人在矮言下不得不低头 笑着说道 太子殿下 老夫在朝中还有一些门人官吏 他们会听从您的安排 赵浪这才点头 官场和战场不同 拼的不是兵多将广 而是人情世故 哪怕是始皇帝也要遵循这些 除非你能把整个大秦的官吏都统统替换掉 赵浪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 但是这些事情急不来 需要时间 毕竟哪怕是忠于大秦的官员 也不介意自己多占一些便宜 有了法家的官吏 自己之后也好办事一些 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 李斯这才美滋滋地朝着秦始皇的位置过去 至于地上的高 他就当没看见 赵浪的身份如今已经公布了 皇家内部的事情 谁掺和谁倒霉 再说了 就看现在各方的实力 早就不在一个水平上了 他才不会傻到这时候 去跟高有什么关系呢 赵浪更是理都没理他 直接就走了 他现在哪有空跟这些人玩啊 再有什么皇子来捣乱 直接就放胡亥就行了 别说啊 刚刚胡亥这一套连招 那是已经得到了精髓呀 自古恶人自有恶人魔 就是这么个道理 高看着离开的赵浪和活害 心中除了疑惑之外 是无尽的愤恨 你们别得意的太早 等扶苏回来 一定会和你们斗到底 说完就跌跌撞撞 朝着青石黄的方向走了过去 此时 赵浪已经再次来到了城下 直接走到了墨家游侠的位置 墨家巨子此时神色极为复杂的 看着赵浪 他怎么也没想到 赵浪居然还有这样的身份 白老 还需要您通过墨家的渠道 通知墨家子弟 赵浪此时主动说道 巨子看了一眼赵浪 然后点了点头 看出了对方心中的纠结 赵浪笑着说道 白了 我还是我 而且能够更快地平息天下的内乱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句说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六十四集 赶叫日月 换星天 巨子微微叹了口气 你父亲倒是很利 听到这话 赵浪也只能是苦笑一声 他明白对方的意思 自己老爹这次 那的确是用整个天下做罚 但是他更知道 就算老爹不来这么一次 不久之后 会有更大的灾难 降临到百姓的头上 这也是为什么 他没有在这件事情上 去和老爹多做分辨 至于跟百老他们 那就更没法细说了 罢了 这天下之事 这天下之事已经积蓄了良久 如今提前爆发 也不一定是坏事 老爹 你尽快吧 天下百姓太苦了 赵浪自然是行礼答应 莫家后患去除了 赵浪又找到了 悲见者这边 妹在最前面 有些紧张地看着赵浪 有没有伤到哪里 赵浪上前打量了一番 没有发现伤口 这才放心 这一番动作 倒是让妹放松了不少 公子 太子 妹想要说话呢 却连称呼赵浪都拿不准了 还是赵浪淡然说道 小阿浪 阿浪 妹这才喊了一声 然后说道 我没事 尽快让咸阳城安定下来 这些天配合官府 不准让其他人出咸阳 妹极为顺从地点头同意 只是脸色有些犹豫 最后还是咬料牙说道 阿浪 我 我还是想和姐妹们在一起 赵浪是什么身份呢 大情的太子 只是随意想想 太子的女人 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妓院里边 赵浪不等妹的话说完 赞然回道 你想在哪里 就在哪里 我支持你 卑见者的事情 我也会尽快解决的 现在大情所有人口呢 不过是两千多万 人口少得很 她怎么会允许里边还有奴隶呢 至于妹 还是那句话 她不会把别人当动物一样养起来 听到这话 妹兴奋的直接给赵浪抛了个妹眼 赵浪略有些尴尬的转过头 现在还不是做师的时候呢 等卑见者离开之后 赵浪这才朝着农人的队伍走了过去 到了农人队伍前 赵浪呆着几分心虚说道 圣女呢 一个农人似乎是早有准备 首领 圣女刚刚已经离开了 赵浪一愣 随后咬牙切齿地说道 又跑了 去了哪儿 圣女说 辽东有难 她就先回去了 哎呀 这倒是符合小白莲的风格 她当然知道 小白莲离开 肯定是跟她身份有关系 从某个方面来说 自己的老爹可是小白莲的杀父仇人 自己这身份就很尴尬了 现在走了也好 她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小白莲呢 安娜 想到这儿 赵浪也是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候 她身后传来了魏王旧略显冷淡的声音 大秦太子迎浪 实在可惜燕王后人已经逃走了 赵浪顿时转身看向了韩王城和魏王旧 此时两人眼中都带着几分愤恨 赵浪自然能理解 这事搁谁身上都懵 用难听点的话说 这俩人这波属于是认贼作妇了 我知道 无论我说什么 你们都是不会听的 赵浪淡然说道 魏王旧惨然一笑 承王败寇 此次我魏国却是一败涂地 当初是你救了本王 现在你可以杀了本王 赵浪却是摇了摇头 当初说过 如果有那么一天 你们的王室也保留 赵浪的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过程有些不同 而且速度更快 那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韩王城和魏王旧愣了一下 乍一听呢 赵浪好像说的有道理 只有赵浪知道 自己在偷换概念 当然了 不会让两人多想 直接下令说道 现在辽东危急 还需要两位的帮助 稍作休息一下 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说完就直接 让两人自己去休息了 赵 太子殿下 就这么让我们自己去休息 魏王旧带着几分不可置信问道 赵浪直接挥手 头也不挥 我还有钥匙 你们明天记得来会合就是 说完就静止离开了 看着赵浪对他们一如既往的信任 魏王旧韩王城一时间 神色有些难明 韩王城咬料牙 魏王 你如何看 魏王旧苦笑一声 天一弄人哪 赵 这一路 你也看在眼里 不过 公子浪的气度 的确是天下无双 罢了 我们去休息吧 明日一早去辽东 这路途可遥远得很 韩王城也只能点头 很快 两人就带着小三小四 离开了这里 带这两个人呢 是有原因的 两人本来就识字 有聪慧 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 还懂规矩 这是最贴心的仆人 啊 赵浪此时却是早就来到了信堂 好不容易回了 咸阳 总要看看几位老人的 而且自己的身份 恐怕也要让两人惊讶一番 虽然说赵浪 星星已然是不同以往 但是老爹是始皇帝 这的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此时 信堂已然开门 门口还有不少伤患 昨晚 咸阳的动乱 也有死伤 卑贱者们下手那是不轻的 到了内院 看到了正在忙碌的秦老 手里边还用心肺复苏救着人呢 秦老也看见他了 他第一反应 却是直接放下了手里的病人 朝屋里边喊道 老东西 快出来 看看谁回来了 下一瞬 田老就从房间里边走了出来 两位老人眼睛齐齐一亮 首领回来了 赵浪此时却没时间去问他俩怎么在这 而是指着地上的病人说道 秦老 这 这心肺复苏中间不能停 会死人的 秦老此时嫌弃地看了一眼地上的人 没事 死了就死了 赵浪直接懵了 秦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了 寻常农人就算是没钱 秦老也是尽力一致的 好在秦老很快说道 这人的府邸丢出来过好几个重伤的奴婢 老夫早就不想救了 现在你来得刚好 赵浪顿时就明白了 看来卑贱者们这是趁机报仇了 这种折磨自己族人的禽兽 死了就死了 没什么可惜的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武艺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六十五集 不好了 首领 昨晚的动静 是您弄出来的吧 秦老此时迫不及待地问道 有没有打下皇宫 见到你爹了吗 赵浪有些木然地点头 他现在要是还不知道 秦老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那也太傻了 秦老 我已经知道了 我爹就是当今的始皇帝 听到这话 两个老人都没有丝毫地震惊 而是不约而同地看向对方 期待看到对方那个震惊的样子 俩人对视了一会儿 慢慢就反应过来了 你早就知道了 说完就同时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 就好像是一场好戏没看成啊 只有赵浪在一边黑着脸 咬着牙说道 秦老 天老 你们早就知道了 感情小丑竟然是自己呀 两个刚刚还在斗气的老人 都把头一偏 顾左右而言他 秦老直接说要前面救人去 开溜了 天老只恨自己慢了一步 硬着头皮说道 首领 刚刚无双到我这里来了一趟 他去辽东了 天老 这我知道 天老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爹的身份的 天老看了看天 忽然想起了什么 脸色一素 首领 辽东危急 老夫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您也要注意安全 天一 你跟着首领去辽东 下一瞬 天一就出现在了招浪的面前 看到招浪也是极为惊喜 首领 你还活着呀 他们说的没错 祸害一千年 你没那么容易死 真好 听着天一的话 招浪的眉头狠狠地跳了几下 但是看着天一那个热情洋溢 发自内心的笑容 招浪又生生地忍住了 一旁的胡亥看得人都傻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敢这么跟招浪说话 更让他傻眼的是 浪哥居然没有反驳啊 还只能口笑 招浪缓了好半天才说道 天一啊 这次呢 咱们是出远门 在外面呢 能不讲话 就不讲话吧 天一还想说什么呢 看着招浪的大眼睛 只能是委屈地呕了一声 闷闷地跟到招浪的身后 只是一旁的胡亥 却是亮着眼睛 就跟了上去 哎呀 能让浪哥没办法 这人值得交往啊 要是能跟他学个一招办事的 那不起废了 等把天一挡发走了 天老秦老早就不见了踪迹 招浪此时回头看向了自己身后的人 冷声说道 除了胡亥 还有谁早就知道此事的 小六犹豫了一下 桃儿 属下几人都是黑兵卫的 是陛下之前派过来保护你的 这种事情那肯定是瞒不住的 也没必要瞒着 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 对了 还有喜也是 这种时候 当然是要死大家一起死 奴子是跳了出来 主人 我早就怀疑他们了 哎呀 招浪皱了皱眉 没想到自己之前的怀疑居然没错 稍微想了想说的 之后的防卫 天一会负责 你们归属于奴 哪怕是老爹的人 该换的还是要换 小六心里边虽然说不情愿 但是只能听命 是 奴此时给了小六一个十分邪恶和变态的冷笑 招浪没有在意这些小动作 他还有事情要做呢 这次回辽东肯定是急行军 只带自己那两千精锐分两路走 两千精锐让小六带着 有马的骑马 没马的就用牛车直奔辽东 他带着护卫日夜兼程去定逃 四天应该是能到 带走那边的农人和墨家子弟 顺便呢 减缓一下向氏联军的攻势 说实话 招浪是一点都不想跟清军和向氏联军作战 这死的都是华夏人 但是这些人要各自分地称王 他也不能接受 华夏必须一同 当然了 他越不想打 那就越得打 而且要一次性的把这些人全部打碰 这样或许还有谈的可能 倒是要找个妥善的办法 高浪先不细想 一一把命令发了下去 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那云梦泽 韩魏齐 各地的战略都要变 五官那不用围着了 人手都到魏地去吧 到向氏联军的侧后方 云梦泽的人也别闲着了 让彭越带着去跟楚国故地的贵族去打游击去 最起码要骚扰对方的粮食物资什么的运输 再跟楚王联系联系 保留王位的办法还是可以用第一 只要搞定那些野心家 普通的富裕地主 那是有利于当地发展的 匈奴暂时不用担心 长城大部分已经合龙了 有蒙田带着大军守着 问题不大 现在呢就是减缓向氏的攻势 然后救援辽东 希望时间来得及吧 要不然就算是后面把对方打了回去 辽东的心血就毁了 很快随着一道道命令发出去 一匹匹快马朝着四周而去 第二天一早 跟老爹告别之后 赵浪就带着一路朝着定逃而去 几天后 定逃 向氏联军大营里 此时 大营内 范增正在跟项羽几个人商议之后的安排呢 开战并非儿戏 当然要慎重了 先生 马上就要尊重了 是不是再等等 向庄此时说道 范增却是摇了头 向将军顾及农事 这是好事 但如今啊 我等屯兵二十余万 已然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如果拖延 反而给了秦军机会 只要能一举击破秦军 一切都不是问题 而且 我军粮草也不是问题 向庄维维愣了一下 他说的当然不是军粮的问题了 现在向伯接手了粮草之后 你别说 那大军粮草 那是相当顺畅充足 一旁的向伯 也是稍微昂起了头 只是这么一来呢 百姓可就没什么人手种地了 不过也罢 都是些贱民 死了就死了 等过两年太平了 自然又会有 这倒不是他冷血 而且 绝大部分贵族都是这么想的 范增此时继续说道 如今秦军与六万余人 分布三处 互为几角 我等应该主力 共其 范增的话还没说完呢 一名储君 慌慌张张地跑进了 正在议事的中军大战之内 不好了 大将军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 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 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六十六集 秦王狼子野兴 储君现在的大将军自然是项羽 范增猛地被打断 心里边自然是带着不悦 带着几分呵斥说道 晃晃张张的 成何体统啊 如此行事 如果被人传了出去 还以为我储君出了什么大事了 储君这才停了下来 好不容易喘云了气 大将军 气势来报 赵王数天前 已经经过函谷关 攻入了关中 杀了奸臣赵高 拿下了咸阳 改称秦王了 听到这话 范增猛地站起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就连本来稳坐着的项羽 也是站了起来 公子郎居然拿下了咸阳 一旁的范增 此时带着几分不可置信 他围困武官是假 居然突袭了寒谷关 这是如何做到的 就算能过了寒谷关 可他的人手 又如何能攻克咸阳 范增心里边满是疑问 赵浪的线路 他能理解 可是赵浪的手段 他一个也猜不到 一旁的相装 愣了一下 带着几分好奇问道 可他为何要改成秦王 范增对这个倒是没疑问 秦赵本是一家 贝勒温谷关中 改王浩倒也不稀奇 而且这是他在表明自己的野心 想要和抱秦一样 一通天下 听到这话 一旁的相伯脸上露出了一丝骄傲 不愧是他赵兄 果然神无 要说这里边呢 有他的一丝功劳 毕竟他可是送了五百车粮似的 早知道就多送点了 而且要不是因为这些庸人 看不到他才能 他现在应该也和赵兄一样 实力封王啊 一旁的相羽神色微变 很快下令 整军备战 本将军要尽快攻破秦军 进入关内 公子浪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情 他也不能落后 整军备战的基调 已经是定下来了 一道道命令就传了下去 整个像是联军都行动了起来 他们早就忍不住了 毕竟早一天进入关内 就能早一天撑王 此时刘邦的营地呢 刘邦正在跟凡快喝酒呢 大哥 你真要去和清军 要要什么王位呀 我看那清军凶悍得很 咱们这些人不一定打得过呀 樊快喝了一口酒 嘀嘀咕咕地说着 要我说还不如早些回佩仙 好好地喝酒吃肉呢 他们虽然人多 但是自己心里边清楚 这些农夫完全不能和清军相比 刘邦此时喝了口酒 说道 三弟 大丈夫生在世上 总要做一番工业出来 也不枉在世上早一回 他之前呢 的确是满足于一线之地 但是现在 看过了人世间最顶尖的权力 他心中的野望也已经冒出来了 更何况他家里边妻子也说了 这一次不闯出一番事业 就不要回去了 他压力是有的 凡快听到这话又喝了一口酒 既然大哥要闯 小弟我陪着就是了 来来来 喝酒喝酒 刘邦也不拒绝 跟对方共饮起来 凡快呢 性子直爽 但是对他忠心那是没得说 这种人 有时候就是自己的一条命 这也是为什么 不管凡快闯了什么祸 他都会给对方兜底 正当两人喝酒的时候 张良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佩公 我听到 张良话没说完呢 就被营帐里边酒气呛得一阵咳嗽 刘邦连忙站起来把张良护出去 佩公 怎么早间就饮酒了 这可是违反军纪的 张良微微皱着眉头说道 被人指责刘邦也不生气 而是陪笑道 樊快是五人 要喝一些就让他喝一些吧 我之后一定好生管教他 这也不算让樊快背锅 事实确实是如此 萧和跟韩信呢 暂时是回不来了 只能靠张良啊 而且这个人呢 有些才能 内政上虽然比不过之前的萧和 领兵比不过韩信 可是两样呢 都会一点 的确是个好帮手 阿良 你方才这么着急 可是有何事啊 张良这才想起来自己的正事 佩公 我方才听到消息 赵王已经打进了咸阳 现在自称秦王了 刘邦听到这话先是一愣 这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张良苦笑一声 把听到的消息说了一遍 居然是偷袭了韩古官 刘邦听完 不由得直接击掌 赵王 不 秦王果然集合我的心意啊 听完昭浪的刑军 虽然说不知道昭浪是怎么进入 咸阳的 但是这个计划 极为符合他心意 他有一种和赵浪心意相通的感觉 刘邦微微摇了头 秦王果然大财呀 哎 当初和他相遇 就该多结交一番才是 他现在有点后悔了 当时呢 只是感觉赵浪对他的态度 似乎有些奇怪 他就找借口提前离开了 现在想来 却是错过了 如果说再有机会 他一定不会放过 一旁的张良听得微微有些皱眉 怎么这些人只要跟赵浪见过 都会被他吸引呢 他可是跟对方有仇的 于是皱眉说道 佩公 因为此事 如今相事已经下令 全军整军备战 向来再过几日 就要和秦军开战了 刘邦皱了皱眉 哎 如此之快就要和秦军开战了 张良却是微微想了一下 此时开战 却也不失为一个机会 秦王才攻破了咸阳 杀了赵高 按他的说法 公子害就在他的手中 秦军此时应该是军心大乱 进攻对我等 也是有优势的 如果能击破秦军 那么整个大秦 就只有那些编军了 听着张良的分析 刘邦带着几分不可置信 这大秦 就这么完了 弱大的大秦 两年不到就消亡了 简直是难以置信啊 张良笑着说道 抱秦无德 消亡是理所当然 佩公 我等还是早做准备吧 刘邦顿时连连点 好好好 就压良所言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六十七集 去找我的兄弟 很快 整个营地里边的人都动了起来 刘邦的营地呢 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整个向氏联军听到赵浪的消息 都有些兴奋 原来秦军这么不堪一击呀 赵浪带着数千人就能拿下咸阳 他们为什么不行呢 向氏联军有了动静 清军自然也是接到了消息 清军大仗 蒙义正在跟张寒王黎商议着事情 蒙尚清 如今军中传言 赵王已经攻陷了咸阳 军心有些不稳的 张寒皱着眉头 带着几分担忧说道 将军 此事到底是真是假 咸阳是大秦的国都 军中士族的家 更多在关中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军心必定不稳 王黎也是担忧地看过了 他的家里人可都在咸阳呢 蒙义此时却是不慌不忙地说道 嗯 却有此事 他当然早就知道了消息了 只是没有细说而已 张寒王黎直接懵了 这种要命的事情 他们都不知道 蒙尚清 那我等还不回原咸阳 王黎忍不住说道 蒙义看了看两人 现在赵浪已经跟陛下相认了 这些事情也可以和这些人说了 免得之后到了战场上 误伤了就不好了 于是直接说道 无妨 因为 其实这赵王你们也认识 听到这话 王黎张寒脸色一变 连连否认 蒙尚清 何出此言呢 活得 绝对没有通敌 现在这个时候和六国王室有关系 那就是通敌呀 蒙义却是神色古怪地说道 这么说来 你们不认识赵浪 赵浪 公子浪 张寒和王黎几乎齐齐色变 王黎惊恶地说道 公子浪就是赵王 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当时可是有许多皇子皇女 在赵浪的状子上 自己也跟赵浪的关系极好 只是后来呢 对方去了辽东 断了联系 就连自己的爷爷 也是赵浪的老师 难道说这些人全是反贼 赵浪不是帮助我等 铲除了赵王在辽东的势力吗 他怎么会是赵王 张寒顿时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六国余孽 居然成了打秦的将军 他更是古怪地看了一眼蒙义 当初蒙田也是极为看重他的 蒙义此时却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正要说什么 一名秦军就走了进来 将军 大营外有人持您的首令求见 蒙义看着秦军送上来的首令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古怪 首令无误 请他们进来吧 一旁的王黎却也看到 那布帛上只是写着两个字 祭院 这算什么首令啊 但是等秦军去传令的时候 蒙义却是带着几分感慨 说道 整苏一下医官 两人虽然说有些莫名其妙 还是照做了 很快 秦军就带着人回来了 只是看着秦军身后的人 王黎张寒几乎是勃然色变 立马拿起了武器 好在被蒙义给挡住了 蒙上请你通敌叛国 张寒怒道 因为刚刚进来的人就是赵王赵郎 那一旁的秦军也傻眼了 不知道该帮自己的大将呢 还是帮张寒 赵郎此时笑道 王力兄 张将军 大家都是熟人 这么久没见 就是这么欢迎我的 王力掌红着脸 赵郎 就算我等之前是旧相使 但如今 你却是六国余念 我等势不两立 赵郎看着王力 带着几分无可奈何说道 王力兄 你以后可不要独自领兵 不然会出大问题的 你就不想想 你爷爷武城后王俭是我的老师 我怎么可能是六国余念呢 要说王力知道这么多 应该是大概能猜到 他的身份才是 但是却是如此的不成熟 听到这话 王力微微冷静了下来 蒙一点点头 嗯 不错 王力 你这冲动不深思的性子不改 不能独自领兵 说完 他放开了满脸疑惑的两人 整肃了一下衣冠 然后向赵郎行礼 臣 蒙义 见过大秦太子殿下 蒙义话音未落 房间里就响起了两声闷响 赵郎没有去管地上的两人 而是赶紧扶起了蒙义 蒙上卿不必见外 蒙家兄弟在他心里边很重要 寒暄完了之后 赵郎也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蒙上卿 他见大军这几日出动 将向氏的军队引出营帐来 我有一些人马 确实要从向氏中撤出来 这些人呢 赵郎原本是想着关键的时候动用 没想到 咸阳和辽东先出了事情 只能是先救急了 也不好直接撤出来 要不然 肯定会引起怀疑 只能是让秦军出动 引出向氏联军 到了外面之后 带着人离开 顺便呢 给向氏联军下点药 起码让这些人 在自己打完辽东之前 不敢轻举妄动 很快 赵郎就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蒙一听完之后 神色古怪地看着赵郎 还好老臣和太子殿下不是敌人 赵郎干过的和即将要干的事情 这也太恶毒了 这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呢 原本的大敌相氏 似乎也不是那么有威胁了 再想想赵郎这一路做的事情 他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 赵郎有些腼腆 有些羞涩地笑着说道 那就劳烦蒙上清了 到时候回了咸阳 再请您去积院 说完他就离开了这里 时间紧迫 他还要去见他的好兄弟呢 蒙一先是一愣 随后哈哈大笑着 把赵郎送了出去 回到营帐的时候 却看到王黎张寒还躺在地上呢 地上寒凉 喊不起来 蒙一没好气地说道 原本想给你们一个表现的机会 却没想到 你们居然这么不生气 张寒挣扎着爬了起来 神色复杂 公子浪 是大秦太子 他只以为赵浪是兵家船人 没想到对方居然还有这样的身份 他其实呢 没有那么夸张 刚刚倒下去是真的 但是不起来那是故意的 他可没忘了 自己在心里边 付菲过赵浪的亲笔 王黎这时候也爬起来了 小心翼翼地 到了蒙一的身边说道 蒙上青啊 到时候去妓院 那个能带上我吗 滚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玉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568集 封王的可能 此时 向氏大营内 整军备战 只有四个字 但是这让相伯忙活起来了 你们赶紧把粮草 给我准备好啊 干活了大军的用度 有你们好受的 相伯喳喳呼呼地 呵斥了一番 转过头 和颜月色地 对一旁照浪之前 送给他的商队人员说道 这些事情啊 就辛苦之位了 商队人员连连笑着回道 不辛苦 不辛苦 相伯这才点头 他当然不会管粮草了 可是 只要他会管人就行了呀 管人 那也是一种才能 这可是跟他赵兄聊天的时候说的 安排好了这些 相伯就做到了一遍 阿泰 送些酒水来 很快 一个呆呆的少年就端着酒水送了出来 正当相伯喝着的时候 一道人影出现在他面前 相将军 农家吴广 带农家和墨家来领取物资钱两 相伯没有惊讶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挥挥手让自己去领钱两物资什么的 却是没注意到 吴广和阿呆相互之间交换了个首饰 两人都露出了一个笑容 此时一个名夫走了过来 上官 营帐外有人送了一个木盒进来 说是要见你 谁呀 一个木盒就想见我 相伯不耐烦地说着 他掌管着粮草物资 还是有很多人有求于他的 不过他身为相似核心人物 该有的原则还是有的 说着接过木盒 打开一看 是一个样式熟悉的袋子 袋子里边是一堆金灿灿的小精粒 相伯蹬一下就站了起来 人在哪里啊 快带我去 说着就朝外面走 一边走还一边念叨着 赵兄 赵兄来看我了 身后的阿呆连忙跟上 像是大军营杠之外 相伯一路小跑 到了一处临时休息的地方 就看见赵浪正带着人站在那 看到他跑过来了 还上前赢了几步 相伯 慢些慢些嘛 要注意身体啊 相伯哪顾得了这些呀 直接跑到了赵浪的面前 两人是四手相握 相顾无言 相伯还没说话呢 就听赵浪极为关心的说道 一别处语 相兄你又瘦了 这些天看来是又瘦了了呀 哎呀 听到这话 相伯只觉得鼻子一酸 眼睛一热 心中激荡不已 别人从来都只关心他 事情做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高官后爵 就连他那两个侄子 现在也对他不冷不热 时不时还拿军中的植物压着他 他虽然是叔父 但是一点面子都没有 只有赵兄 见面就关心他累不累 才看出来他瘦了 可不是吗 以前肚子上三层肉呢 现在就只有两层了 他啥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呀 一时间不由的悲从中来 赵兄啊 一别数月 深是想念啊 赵郎安慰了好一阵 相伯才平静下来 赵兄啊 走 快随我去营中响了 我这就让人备好韭菜 赵郎连连说道 哎 不了不了 相兄 你我虽然是兄弟 但是毕竟我和相公子他们 还是有一些争斗的 这资种粮草种地 我还是不好进去的 相伯听得眼睛一瞪 赵兄啊 这是说的哪里话呀 我等不过是兄弟之间相互谈心 这有什么方案 你且随我来 我看看谁敢乱嚼舌根啊 就算羽儿来了 他也不能阻止我和赵兄交谈啊 赵郎苦笑一声 相兄 就是因为如此 我才更不能去啊 相公子也是英豪人物 这更是相师的大将军 那今后 可以称王称霸的存在 可不能因为我 坏了你们之间的情意啊 看到赵郎处处为自己着想 相伯心里边越发感动了 还要坚持呢 就听赵郎说道 此事就这么定了 你我兄弟许久未见 正好畅聊 放心 我已经待了好久 说着 一旁的奴就朝旁边一饮 相伯这才发现 原来赵郎早就备好了韭菜 他心中再次一暖 他的赵兄从来没让他失望过 两人很快就畅饮起来 喝了几杯 相伯就感慨道 赵兄啊 才数月不见 你就已然进入了关中 还成了秦王 当真的大财啊 可惜兄弟我 却还只是个小小的运良官呢 相伯这只说的哪里话 你玉下有方 更有识人之名 如果不是在此地辅佐相公子 早就已经成就了一番事业了 相伯听得连连点头 要说夸人呢 也不是乱夸 如果赵郎夸他天资聪颖 他还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他大哥 那才是天资聪颖之人 可要说玉下有方 识人之名 对对对 这的确就是他的才能 不过他还是要谦虚一下地 连连白手 哎嘿嘿 赵兄过誉了 赵郎哪会停下呀 今天就是冲着相伯来的 神色一速说道 向兄这说的哪里话呀 就说这次我进入关中 如果不是你的粮草及时 我也没有这样的攻击呀 要说我的王位 也有你的义愤呢 当然了 赵郎是不缺这些粮草的 但是说一说没什么妨碍 果然听到这话 相伯再也捧不住了 他说什么来着 赵兄是不会忘记他功劳的 只是他带着几分担忧说道 赵兄啊 只是你改成秦王 是不是会招惹敌人啊 他还是很在意自己的这位兄弟的生死的 赵郎此时大笑一声 不瞒向兄说 我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心意 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 我的目标就是这天下 向兄 男儿活一世 就该封王封侯啊 你放心 等有朝一日 我一定能够一捅着天下 这种掏心窝子的话 向伯听得都感动 也感慨 这种事情 赵郎毫不遮掩地和他说 那是真心对他呀 而对方的话也让他心中感慨 这才是男儿大气魄呀 他也是男儿 谁没个封王侯的念想呢 只是在向氏军中 他没这个机会了 就算是他的侄子向羽称王了 恐怕到时候也不会给他封侯 不过看赵郎这个慷慨激昂的样子 他心中一动 如果赵郎真有那么一天 对方又知道他的才华 那么他有没有那么一丝封王的可能呢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句说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569集 共同的利益 想到这儿 相伯把酒杯一放 畅然长叹 赵兄啊 我却是空有才华 却不得施展啊 听到这一声叹 一旁的奴都看呆了 因为他一时间竟无法分辨 究竟是自家主人 还是这个相伯 我脸皮更厚 赵浪此时连忙安慰 相伯不必自爱 你只是缺少一个机会而已 相伯看着赵浪的表现 心中暗喜 脸上却是苦笑着摇了摇头 赵兄不必劝我 我年岁也不小了 哪儿还有什么机会 他就想看看赵浪 有没有什么所求 赵浪却是做出了一副可惜的样子 没有接话 又喝了几杯 又说道 相伯 我再敬你一杯 喝完这杯 我就要走了 相伯这时候 哪舍得赵浪走啊 连忙问道 啊 何时如此着急啊 赵浪笑了笑 相伯 我接到消息 如今高沟梨威胁辽东 这次我回来 就是为了抗击高沟梨 毕竟辽东怎么也是我们的地价 这高沟梨想要过界 确实不行 原本还想起相公子一起的 如今看来 确实不行了 说完 赵浪就起身说道 罢了 相伯 下次相见 不知道是何时 说过我真能有那一天 再来和你饮酒 说着他就准备做事离开 相伯此时眼睛一亮 连忙抓住了赵浪 赵兄且慢 你方才说 想要和羽儿一起共鸡高沟梨 赵浪点了点头 相伯现在心思快速地转动起来 好不容易抓住了这么个机会 他哪能放过呀 于是说道 唯兄且和羽儿说一说 看看能不能成啊 你先等着 说完 头也不回地朝着营地就跑了过去 这可是他相伯锋芳的机会 他万万不能放过 看着相伯离开 一旁的奴巍巍的有些恶然 主人 这就成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家主人居然能让相伯的核心成员去为自己办事 就这种手段 他简直拍马都干不上 赵浪看着相伯的背影 淡然说道 当然不会成 现在相伯联军正在和秦军对峙 哪有空管高沟离呀 再说了 高沟离本来就是相伯的盟友 虽然说这次高沟离十万大军压境 一看就是不想走了 可是这对于相伯联军来说是有利的 奴听得有些懵了 主人 那您刚刚为何 刚刚他看着自家主人不识给对方暗示 难道不是为了这个吗 赵浪此时笑了笑 却是没说话 有些事情要让这些人自己琢磨琢磨 这样才能有进步吗 他做这些 当然不是指望相伯能劝说项羽 跟他一起去聊东 而是要让相伯完全的导向他 现在相伯虽然说跟他称兄道弟 但是自己身份曝光的时候 那么必定会出现问题 要知道 相伯可是死在秦军手里 只有让对方和自己有了共同的利点 相伯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自己人 这就好比有时候两国交战 明明杀的你死我活 可是对方重要将领投降 还是会有人接受 然后抛弃之前的仇恨 为什么呀 因为双方有更大的共同利益 这些事情普通人可能不太理解 但是身为君王 他必须要看得更远一些 而这些所有的事情 也是他想要收服项羽的尝试 最坚固的堡垒 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此时 项氏大营中 项羽正在和自己的几名新将领 商议事情呢 龙居 营部 你们在前军中 和前军交战的时候 找出他们的薄弱点 然后告诉我 紫柒 你押后 这里 他也有小心思 于紫柒是鱼姬的兄弟 那可不能出什么问题 项羽很快就把对战布置安排好 一旁的范增看得连连点头 军事作战方面 项羽简直就是天赋异禀 没人比他更强 入冬之前 他们和秦军之间围绕着周围的县城 也有过一些小冲突 结果呢 项羽几乎是完胜 没有秦将是他议和之敌 这也是为什么 他如此有信心的原因 就在众人商议的时候 项伯走了进来 众人看了一眼 项伯没有多说什么话 之前项伯带走了赵浪之后 这种军事安排 都不会告诉对方了 小说服 不是让您去安排 粮草的事情了吗 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项羽此时微微皱眉说道 项羽一听这话 心里边有些不舒爽 自己辛辛苦苦给大军安排粮草 结果就这么说他 但是为了自己那件事 他也只能是忍着脾气说道 羽儿啊 我接到消息 高沟里举兵十万 准备占据辽东 秦王准备从齐地坐船出兵 共击高沟里 我等不如也一同出兵啊 听到这话 营帐里边的人先是一愣 随后面色变得古怪起来 项羽更是微微叹了口气 这个消息他当然是知道的 他的这个小叔父实在是朽目不可雕 只是看在大叔父面上 他还是得耐着性子说道 小叔父 高沟里如今是我等的盟友 而赵 秦王是我等的对手 怎么能够帮着秦王去攻击高沟里呢 项伯想着赵浪的话 周梅说道 可高沟里毕竟是外邦蛮蚁 那十万大军多是高沟里的土著 与我华夏之民全然不同啊 如果他们真的占据了辽东 繁衍生息 那岂不是坏了地方啊 听到项伯的话 项羽也是皱起了眉头 他虽然反情 可是也从来不觉得这些蚂蚁 可以踏入华夏 眼看项羽有些动摇了 项伯正想说话呢 一旁的反憎就说道 此人诧异 高沟里王室多是六国遗族 与我等同出一脉 和其他蚂蚁啊 还是有区别的 况且如今正是战事紧要的时候 怎么能分心去照看辽东啊 如果实在不喜欢他们 等我等拿下天下之后 再将辽东收回不迟啊 项羽听得连连点头 项伯却是轰了眼睛 你这老东西 就是要和我作对是不是啊 反正冷着蚁蚁说道 项将军 来请注意言辞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第五百七十集 好好气一气那反赠老儿 相伯心里边早就有了怨气 哪会管这个呀 正要说话呢 就听相语说道 小叔父 你就不要管这些事情了 还是先去调配粮草吧 一连被人抢两次话 相伯有些绷不住了 你们就是一群 只骨眼前的小人 连秦王的半分都比不上 说完就气冲冲离开了这里 看着相伯离开的背影 相语心里边也有点不舒服 对一旁的反赠说道 雅夫 其实小叔父说的也不无道理 而且原本是想让高沟黎 牵制秦军 说今却是我等位高沟黎牵制秦军 他们却却占据辽东 要不我也派人跟随秦王 反曾皱了一下眉头 这相语的王霸之气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但是对感情这方面那是优柔寡断 上次对赵浪的时候就是这样 这次对他小叔父又是这样 于儿 为于王者 必须要有远见 如今秦王的做法 虽然会占据一些大义名分 但是却遗误了战绩 他此时最应该做的 是以咸阳为中心 制衡周围 而不是跑这么远 去救援辽东啊 反曾很快给项羽分析了一番利弊 项羽心里边觉得这事儿吧 不能单纯的用利弊来看 但是呢也只能答应 反曾此时继续说道 于儿 眼下看 相伯恐怕还是和秦王有私下的往来啊 这粮草的事情要不要换一个人 粮草那是关系到大军生死的大事 项羽此时回道 小叔父虽然是和对方有来往 却也是知道轻重的 断不会背叛相使 项羽也还是记着自己大叔父的话呢 这些关键的位置还是只有自己的族人最靠得住 见项羽态度坚决 反曾也只能作罢 很快 众人就开始继续商议 此时 项羽已经怒气冲冲地朝外面走了过去 路上又不长眼挡道的 更是抬手就打 一路到了赵浪的附近 看到项羽怒气冲冲的样子 奴子是担忧地说道 主人 这事恐怕是砸了 赵浪这时候反倒是露出了一个笑容 这事情确实成了 奴顿是愕然 然后就看见赵浪迎了上去 赵兄啊 那范曾老儿简直就是欺人探身 羽儿也不帮我说话 我是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项羽一看到赵浪就哭诉 赵浪又是好一阵安慰 项羽此时忽然间心中一动 带着几分息迹说道 赵兄啊 要不我跟你走 你放心 我安排粮草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保证给你省下来 起码两成的粮草 赵浪听得心头一震 你大爷的 他要是真带着项伯走了 那属于纯纯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啊 项伯粮草的账目 他清楚得很 当然了 这时候千万不能拒绝 于是很快说道 项兄此言当真 我求之不得啊 那和项公子说一声 我等这就离开 回了营地 再不醉不归 听到还要跟项羽说 项伯顿时就回过山来 微微叹了一口气 哎 羽儿虽然性子霸道了一些 但还是信我的 为了大哥 我也不能抛下他 要怪就怪那范增 仗着有几分才能 就对我指手画脚的 羽儿也是被他骗了 如果有机会了 我一定要给他些颜色看看 赵狼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跟着说道 项兄 其实我还有件事情 之前确实没有和你说 项伯愣了一下 何事啊 其实 我是农家和墨家手里 一旁的奴子时 已经准备看好戏了 毕竟听到这个消息的 就没几个不震惊的 但是这时候 项伯却只是淡然地 呕了一声 这个反应 把赵狼都惊了一下 看到赵狼的样子 项伯这才反应过来 赵兄 这是件大事 赵狼带着几分 小心问道 项兄可知道 朱子板家 他这还是第一次 遇见这种反应啊 项伯点了点头 当然知道呀 这农家和墨家 不就是些农人和匠人吗 不久前 那范曾老二 才各自招募了一瓶 可是花了不少钱了 说到这儿 项伯忽然间眼睛一睁 猛地站了起来 赵兄啊 原来那些 都是你的人啊 哈哈哈哈 我就说那老二 斗不过你 我现在就去和他说 我倒要看看他的表情 说着他就要往回走 好在赵狼 把他拉住了 项兄 此事如今还是不能说 我找个机会 把人带走 去辽东抗击高沟里 项伯此时 拍着胸壳说道 赵兄 你只管放心 到时候啊 粮草物资 我一定给他们准备齐全 你到时候啊 好好气气那范曾老二 为我出出气 听到这话 赵狼都愣了一下 有一说一啊 他之前虽然说 做了那么多铺垫 但是没想到 效果会这么好啊 他还准备了好多说辞呢 现在看来 那都用不上了 项兄放心 我一定给你出气 两人就此约定好 然后才分别 项伯一路回到了营地里 刚好遇到带着物资 准备离开的吴广 直接抓住对方说道 哎 再多带点人过来 多拿些物资过去 嗯 吴广听得人一蒙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就听到项伯带着几分 骄傲说道 都是自己人呢 你还愣着做什么 吴广这才蒙头蒙脑 带着人离开 第二天一大早 像是大营 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碌着 突然 随着一个个探子 跑进大营 整个营地里边都冻了起来 因为秦军出动了 中军打仗内 项羽对自己部下的将领们下令 秦军现在主动出击 倒也好 传令下去 准备应战 此时 两军之间的一处高地上 照浪正带着人 在这儿等着呢 看着下方数十万人 如同蚂蚁一样的排兵布阵 感觉到也算是奇异 秦王 我们真的要去这两军之间 一旁的韩王城 带着几番紧张说道 他和魏王舅呢 都是一路跟着照浪的 照浪笑着点点头 说个不这样 我的人想要全身而退 确实不可能了 对了 奴 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七十一集 快跟我抗击高沟离 奴点了点头 然后拿出了一个上宽下窄 形状奇怪的铁桶状的东西 主人 这是秦军中的工匠 按照您的要求用铁砸出来的 不过 这有何用啊 高浪笑着接过来 把嘴放到了铁桶的改口 然后说道 这叫扩音器 突然出现了大声音 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 招浪却是满意的点点头 虽然说这个工艺惨不忍睹 但是效果那是相当好用 反正肯定比自己扯着嗓子喊有效果 此时 相势军阵之壮 相宇手持霸王脊 坐下是孤椎马 极为霸气的在前方 现在双方还有距离一箭之地 不必担忧对方用弓箭偷袭 至于两军将领叫骂 交战的环节 这是没有 很快 双方都整肃完毕了 都准备慢慢地朝着对方靠近呢 到最后的时候 那才会冲锋 但是就在这时候 一队人马朝着双方交战的中间地段 急驰而来 双方都不怨而同地停下脚步 以防有诈 很快 这一行人马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才看到这些人 项羽就不由地微微变了脸色 秦王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一行人自然是赵浪 听到问话 赵浪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拿出了自己的土质阔音器 大声地喊道 赵浪的话被扩音器扩大了数倍 在战场上回答 所有人被这突然的大声惊到了 有的被赵浪话里的意思惊到了 瞬时间整个战场一片寂静 项羽这时候有些茫然地 看着赵浪的方向 他先是不明白 为什么赵浪的声音 可以突然变得这么大 再就是听到赵浪的话之后 不明白赵浪什么时候 成了农家之首和墨家巨子了 要知道 他的军中 可是有不少农人和墨家子弟的 而且还花费了很多钱料 如果按照赵浪的说法 那自己的亚父范曾 想到这儿 项羽不由地朝后方看过去 范曾自然是在最后方的 隔的是有些远 但是项羽还是能看到一道人影猛地站起来 朝着赵浪的方向看过去 此时 范曾脸色铁青 站在车架上 听着传领兵的话 看着赵浪的方向 战场很大 也嘈杂 这些话 还是要传领兵传达的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范曾 范曾此时激动的脖子上 青睛都根根抱起 显得有些可怕 想想自己送出去那些粮草物资 范曾不愿意相信 也不敢相信对方说的话 如果真是这样 那自己岂不是一笑千古啊 但就在此时 大军之中突然间一阵异动 原本在后方的农人和工匠队伍 更是在众人的目光之中迅速移动 脱离了向市的队伍 看到这一幕 范曾只觉得眼前一黑就要倒下去 还是死死地撑住 项羽也看见了 眼中浮现出了一丝怒意 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背叛 哪怕这些人是赵浪的人 他也不能接受 手中霸王挤一挥 就要下令拦截 此时 招浪的声音再次响起 项公子 你我一别之后 已经许久没有说话了 我还一直记得 当年你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样子 听到这话 项羽也是不由得微微一挣 他其实也时常怀念 当初跟招浪一起奋战的日子 招浪此时接着说道 可如今 高沟里满溢十万乱军 即将进入辽东 辽东百姓即将 遭逢大难 你要争夺天下 我能理解 可我要带兵前往 还希望你不要阻拦 这招浪这一番话说的情真意切 甚至让项羽心中 微微升起了一丝愧疚 他之前就不太想高沟里 完全占据辽东 倒不是对那些百姓有什么怜悯 而是高沟里的做法 侵犯到他的威严了 其他的贵族 恐怕也都是这么想的 哪怕就是六国之间 也是相互看不起的 更别提高沟里了 现在招浪的做法 让他有些羞愧 招浪都已经攻占咸阳了 现在去辽东 要抗击高沟里 两个人的境界差距 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不过呢 他倒也不奇怪 当时跟招浪相处的时候 就看得出来 招浪对这些百姓 那是极好的 而此时 听到传话的范增 已经是脸色发黑了 招浪的无耻 他是见识过了 现在他必须阻止对方 送老夫去鱼儿那里 现在就是斩杀招浪的 绝好时机呀 不管招浪说的是真是假 绝不能让对方离开这里 但就在这时候 一道人影却不知道 从哪儿钻出来 搜一下 拦住了他的去路 先生 语儿可是说过了 为了你的安全 不得上前线 来人自然是相伯 他一看到招浪的时候 就朝着范增的位置赶了过来 就是要看看对方的脸色 果然不出所料 范增的脸都是黑的 只是范增此时 哪里会跟对方在这儿纠缠呢 直接拔出了剑 你再不让路 老夫就一剑刺死你 看着范增脸上的狠立之色 向伯顿时退到了一边 他知道这老东西那是真敢杀人呢 自己死在这儿 那太不值当的了 不过他还是跟在了范增的身后 他可不能让范增坏了赵兄大师 范增此时一路到了项羽的身旁 看到那一群农人队伍已经脱离他们 朝着赵浪的身后而去 连声对项羽说道 羽儿 即可下令 击杀赵浪 对方现在不过带走数千人 和他的数十万大军完全没有比较 项羽此时却是犹豫了一下 想着赵浪刚刚跟他说过的话 摇了摇头 雅夫 我要称霸天下 却不能用这种偷袭的卑鄙手段 而且公子浪带走的人不过一万 对我等并没有什么妨碍 听到这话 范增气得人都要晕过去了 如果就此让赵浪把人带走 你如何和众将士交代啊 这可是会打击向士生猛的 项羽也是露出了一丝迟疑 确实 如果就这么让赵浪把人带走了 那向士恐怕也会沦为笑话 其他贵族那也怕是会倒向赵浪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七十二集 先生妙计安天下 陪了粮草 又蛇病 就在这时 赵浪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多谢项公子 项公子虽然不得亲自前往辽东 但此次抗击高沟里 这却是我等共同的联军 听到这话 项羽心中顿时一松 赵浪的做法呢 不要他出一兵一卒 名声呢 是两个人的 反正听着赵浪的话 此时早就气得气窍生烟 他就从来没见过这么无耻 这么恶毒 但是有这么精通人性的人 小小年纪 怎么会有如此心肠呢 他正要再次劝说呢 一旁的项伯已经是来到了身边 冷哼一声 当初是你要和农家墨家联合 却连对方是谁的人都没弄清楚 白白送了那么多粮草 我看着都心疼啊 所以现在秦王要带人走 难道不是好事吗 我虽然和秦王有私交 却是公私分明 看着项羽阴晴不定的样子 项伯想起来赵浪昨天跟他谈笑时说的话 倒是先生妙计安天下 赔了粮草又折兵啊 听到这话 周围都是一片的气静 不知道是谁先笑了一声 仿佛是个信号 下一瞬周围好多人夸的一下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反曾的脸色先是一白 然后就变成了红色 和赵浪为了农家墨家交锋的场景 不断在他面前闪过 最终 这些画面在他心中交合一起 形成了赵浪那张略带嘲讽笑容的脸 哎呀 不得一下 狗贼呀 狗贼 反曾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整个人软软地倒了下去 把一边相伯都看待了 他没想过原来人真的可以被气得吐血 不过他心里边倒是舒畅了 相伯这时候还想嘲讽两句 看看能不能直接把这老头给他气死了 可惜相羽此时已经是让人收兵 带着对方回去了 今天出了这档子事 那仗肯定是没法打了 只是他有些好奇 他们收兵 怎么秦军也跟着收兵了 当然了 他是看不出为什么 此时 对面的秦军中 看着缓缓退去的储君 一旁的王李有些不可置信 蒙少卿 储君怎么就这么退了呢 这居然不去追杀太子 他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蒙义给瞪了回去 当众让敌军追杀大秦太子 你这话也能说得出口啊 王李赶紧闭嘴了 一旁的张涵却也是感慨道 蒙少卿 太子这次简直就是 不可思议啊 张涵明白王李的意思 要是换成他 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太子离开的 不是这么好的机会 那肯定是要弄死对方啊 但是呢 项羽这边居然就这么放太子带人走了 蒙义此时淡然说道 你们呢 却只是想到了第一层 且问你等 如果储君追击太子 会有何等结果 我们刚好和太子夹击对方 而且如果你是对方的主将 你能肯定太子只安插了这些人手吗 倘若还有呢 这仗你打不打 听到这话两人顿时一阵恶然 蒙义这才带着几分感叹说道 太子这番的布置可退可进 已然得了兵法的惊讶啊 你们以后可要多学着点 太子还如此年轻 总有用到你们的时候 两人顿时幸悦成福的应试 给两人上了一课之后 蒙义这才调转码头 朝着营地的方向走去 此时 项羽已经是顾着范增 一路回到了营帐之中 却也没有太过在意这些 给范增找来医师之后 就招来了手下的人 去给亲王派一名使者去 刚刚在战场上极为匆忙 他没有和招浪说太多的话 很快 一名使者就朝着招浪的方向而去 招浪此时 正带着人朝着 骑地半岛码头的方向而去 他时间不多 亲王 为何不让齐王和我们一起走 我们这才不到万人而已 一旁的韩王城有些疑惑地说道 招浪早就跟他说过了 齐王的人也就是他的人 农人和墨家子弟的人数不多 而齐王现在手中可是有数万打军 他们北上抗击高沟里 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 毕竟对方可是有十万人 招浪此时淡然说道 这些人就够了 再说了 船只也运不了那么多人 当然了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不愿意放弃棋地 至于人手 辽东的十几个庄子上 总共应该还有四五千人 其中有一千是精锐 鸡无双呢 早就已经去辽东组织农人了 应该能凑个两三千吧 到了这种时候 所有人不想死 那就得杀 加上小六带着两千人日夜奸腾 正赶往辽东 他这里的净万人手 那总共就是两万人 可堪一战了 毕竟呢 辽东闷头造了那么多连弩黑火药 是时候用上了 杀这些棒子 他是半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对内他畏手畏脚 对外那必须是科技与狠活 重拳出击 很快一路行军 到了傍晚的时候 赵浪带人安营扎寨 只是才安顿好 奴就过来禀告 主人 门外有相氏的使者过来求见 要不要让他进来 赵浪眉头一条 相氏的使者 奴点点头 赵浪此时心中一动 你去备好韭菜 我亲自去迎接 说着就朝着门口的方向走去 奴愣了一下 就算这使者是相氏的 这也不用如此厚礼啊 韭菜也就算了 怎么还自己去迎接呢 这使者哪够这个资格呀 奴心中满是疑惑 但是也知道 自己不能理解赵浪的心思 那照做就是了 此时 赵浪已经到了门口 看到赵浪 使者也是吃了一惊 他是项羽身边的近侍 见过赵浪 怎么都没想到 赵浪居然会亲自出来接他 这么看来 这个秦王还是很在意自家主人的 秦王 在下乃是 使者正要行礼表明身份呢 这是使臣的规矩 却是没想到 赵浪此时大步走了过来 不等他说完话的机会 就极为轻易地说道 本王早已经等候多时了 来来来 韭菜都早已经备好了 一定要好好地供应一番 这一番动作让使者有点懵圈 什么叫等候多时啊 怎么就 秦王早就知道自己要来呀 不是 这不合情理呀 等了这么久 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句说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七十三集 离剑 使者带着疑惑 一路跟着赵浪到了宴请的位置 这时候 奴已经准备好酒肉了 在进去的时候 赵浪特意落后了几步 低声快速地和奴说道 一刻钟之后进来叫我 就说有人求见 奴点了点头 赵浪这才跟着使者进入了营帐 极为热情地招待对方 才落座 使者又要起来行礼 却还是被赵浪打断 使者 你家主人如何量 使者听到问询 心里边越发觉得莫名其妙了 我家主人不是才跟你在战场上见过吗 但是还是极为有礼地回道 我家主人安好 也让在下问秦王好 赵浪此时笑着说道 没事就好 本王都极为担心 不得不说 那一口血还是喷得极为逼真的 本王都差点信了 使者很迷茫 秦王 什么图 他话说到一半 脸色顿时大变 硬生生止住了自己的话 而是改口说道 我家主人已经好多了 不过 却是再也不提自己的身份了 赵浪好像是没看到这一幕 还是热情地招待着 喝完了酒水之后又说道 使者回去之后 可要好好地替我谢谢你家主人 如果没有他这些粮草 我也不会拿得这般顺利 还有 这次之后 希望你家主人催促向氏 赶紧向秦军进宫 消耗一下向氏的实力 再说一说 齐王田都当初是跟过本王 必然能够引起两者之间的见性 赵浪这一连串的话 说的那是神头鬼脸 铁嘴不舍 使者只听得连连点头 背后却早就出了一身的冷汗 很快 一刻钟的时间过去了 奴此时走了进来说道 主人 门外有人求见 赵浪听后眉头一皱 没看到正在招待贵客的吗 管他什么人 一律不见 使者这时候 却是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 故作镇定地站起来行礼 秦王 如今天色也不早了 在下还要回去复命 赵浪做出了一副 略微有些遗憾的样子 也罢 使者可要记得刚刚本王的话 告诉你家主人 等事成了之后 一定给他一个王位 使者竭尽全力 挤出了一个笑容 在下必定把话带倒 赵浪顿时就露出了一个微笑 如此就好 本王送你 使者联盟推辞 在下不敢有劳 还请秦王留步 赵浪这时候也露出了一丝罪意 也罢 本王也有些不胜久力 就不送了 使者连连点头 然后朝外面走去 等使者一走 赵浪的眼睛瞬间恢复了清明 他当然没罪了 奴 等他离开之后 再派人去追击一番 记得 不要真的追上了 奴点头 然后走了出去 赵浪这才放心地坐下 有了这么一次 那么在他完全稳固撩动之前 储君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动作 喝了一杯水 竖了竖口 赵浪却发现一旁的天一正搭拉着脑袋 在一边闷不吭声 时不时带着几分担忧看向赵浪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情 这小子好像是很久没有说话了 别真憋出病来 犹豫了一下 赵浪还是开口问道 你在发什么愁啊 谁又招惹你了 天一看了一眼赵浪 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而是没精打采地说道 黄爷爷最近在庄子上 给我们讲了好多上天的故事 哎呦 赵浪听得眼睛一亮 他很久没有关注 道家老黄他们的事情了 讲的这些个故事 应该是为道家的神话背景做准备了 于是连忙问道 讲了些什么 天一这时候才回答 黄爷爷说 天上住着神仙 有一个叫雷公 一个叫店母 他们掌管雷电 而且还会惩罚坏人 如果有人做了坏事 就会被五雷轰顶 很快 天一就把一个大概是坏人作恶 然后被雷劈死的故事说了一下 嗯哼 不错 赵浪听得连连点头 老黄还是挺有办法的 那这种故事呢 就是为了警戒世人 简单 但是深入人性 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啊 这么看来 这是有进展了 想到这儿 赵浪脸上也是不由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虽然说不是在框子上 但是这些事情呢 都在推进 他感觉到很欣慰 只是一看天一 怎么还是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不激励 赵浪笑着说道 怎么 你怕了 放心 你人不错 不会被雷劈的 天一倒是很肯定地点头 然后说道 可是手里啊 我担心你被雷劈死啊 这你以后下雨天 还是少出门吧 嗯 赵浪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 他说什么来着 就他妈不该跟天一说话 正当赵浪在后悔 不该让天一开口的时候 使者正在路上狂奔呢 他才从赵浪的营地里边出来 今天得到的消息 必须回报给主人 突然间 他身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哎呦 我去人被发现了 使者心中一惊连忙加快了马速 那是撒鸭子狂奔 在他身后 吴广带着几个骑兵说道 托他们慢点 真追上了回去 首领可是要揍人的 追了一阵 吴广才说道 差不多了 咱们回去吧 说完就调转了马头 向市大营之中 项羽正在处理事务呢 嗯 既然已经调动了起来了 那么再过几天 我们就主动进攻秦军 就在这时候 他营长猛地被人打开 他派出去的使者 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大将军 大师不好了 看着使者狼狈的样子 项羽微微皱起了眉头 让你去亲王那里 怎么弄成了这副模样 亲王没有善待你吗 使者这时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随后说道 大将军 秦王对在下很好 但是他好像把在下 当成了别人的使者 很快 他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 全部都说了出来 项羽的脸色也是逐渐变得铁青 等对方说完之后 他冷冷回道 你可确定 说有半句假话 本将军定让你伸手易住 使者此时直接跪下 大将军 属下可是被秦王的人坠了一路 若是有半点虚言 甘愿受罚 项羽神色莫名地挥了挥手 知道了 你下去吧 这些事情 不能对任何人提起 使者这才退了出去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574集 翻增累了 项羽在营帐里边占了良久 他本来就不善于处理这些事情 原本都是问范增的 可如今使者带回来的消息 却是说 他亚父居然是秦王的人 这么一来的话 一些事情似乎也说得通了 亚父如此多治 怎么会上秦王的当啊 但是对方是大叔父推举的 没有理由会背叛他呀 一时间 项羽兴乱如麻 就在此时 一名军事进来禀告 大将军 范先生行了 项羽顿时一震 心里边也终于是拿定了主意 要分别亚父是不是秦王的人 那就按照使者带回来的消息 去问就是了 很快 项羽就到了范增的住处 进去就看见范增正在想着什么 看到项羽 范增也不迟疑 羽儿 秦王已然带着人走了也罢 如今之际 我们确实要防备秦王田都 他也是秦王的人 还有 趁秦王去辽东 我等应该早日整顿兵马 向秦军进攻 范增一条一条说着自己的应对 他醒来之后就开始准备反击赵浪了 真正的智者从来不自怨自意 犯了错改过来就是了 那点钱粮像是损失的气 因为高沟离的事情 赵浪提前曝出了自己的实力 这反而是一件好事 范增说了一阵之后 发现有些不对 抬起头就看到项羽正神色莫名地看着他 于是问道 羽儿 这些事情你可都记下了 项羽此时却是闭上了眼睛 带着几分惨然说道 亚夫 你居然是秦王的人 啊 范增顿时恶然了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范增才带着几分不可置信看向项羽 他万万没想到 项羽居然会说他是秦王的人 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事情吗 他激动得连胡子都颤抖起来 羽儿 你在说什么胡话 看范增激动的样子 项羽也不由地微微皱起了眉头 在他看来 对方这更像是被揭穿之后恼羞成怒 只是念着大叔父的话 项羽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亚夫 我想问问 之前为何一定要和农家和墨家合作 在秦王出现之前 您并没有这种想法 而且听相庄回报 每次都还是您主动增加钱量 第一次和农家商讨 秦王不过是给了三倍 您却主动给了五倍 第二次和墨家商讨 秦王才说了几句 你却直接六倍 亚夫 整整十一倍的粮草物资 没有这些东西 秦王根本就无力进攻险阳 更不用说是占据观众了 项羽每说一句 反增的脸色就白了一分 虽然他心中极为愤怒 但是他知道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 如今看来 项羽必定是中了计了 人气吞声说道 鱼儿 这开价 却是谈判的技巧 能 反增原本想说 这能快速击破对手抵抗 从而减少损失 因为一层一层的加码 反而容易陷入泥沼之中 只是他话还没说完呢 项羽就冷冷地回道 能给更多的粮草物资给秦王吗 听到这话 反增顿时就红了眼睛 心中那点理智被项羽的话 挤兑得一点不剩 老夫不知道 你从何处听到了什么消息 老夫若是真想要送物资给秦王 像是哪儿还有一分钱粮呢 你中了秦王的理解记 还不自知 何其短事也 项羽被骂得脸色赤红 说过不是串通好的 那秦王为何会知道 你的这些计划 他本来就不是能藏住事情的 现在干脆一股脑 把使者说过的话 全部一一说出来 范增听得脸上 浮现出了一次不可置信 他没想到 赵浪居然能够 预判他的应对之法 但是他心中也生起了 一股极为荒谬的感觉 这居然是他的敌人 最为了解他 见范增不说话 项羽冷声说道 亚夫为何不说话了 范增此时深吸了一口气 秦王狡诈 他这是猜到了老夫的应对之法 只是通过使者来实战着反见之计啊 你想想 这些才是正确的应对啊 项羽听得微微一动 心中浮现出了一丝迟疑 他觉得范增说的有道理 可是使者的话还在他心中萦绕 一时间他不知道该如何决断 见项羽犹豫 范增此时心一横 说过羽儿你不信老夫了 那就准许老夫高牢还下 听到这话 项羽有些气恼了 他还是不想范增走的 这些政务太繁琐了 但是对方呢 让他有些下不来台 好在这时候 营帐的门忽然间被打开了 项庄走了进来 看着营帐内的情景 带着几分惊恶说道 先生 阿宇 你们这是为何呀 见到项庄 项羽没有解释 只是说道 雅父 今后 你就只管政务就是了 说完就走出去了 项庄有些莫名其妙 连忙问范增 先生 这这这 这到底是怎么了 范增微微叹了一口气 叹向项羽的眼中有些失望 项羽没有识人之名也就罢了 对上秦王这狡诈恶徒 一般人也没有什么办法 可是这性子太过刚直了 人生在世 就是要学会低头啊 看着一旁的项庄 范增的心中一动 很快把刚刚的事情告诉了项庄 项庄很惊讶 这 这明显是 明显是离间之机呀 阿宇糊涂啊 先生放心 我这就去劝告阿宇 说着就要去找项羽 此时却听到范增说道 项庄将军 你信老夫吗 项庄愣了一下 先生 先生何处辞员 您对项氏的心意 我等都看在眼里 阿宇 他也只是一时没有想通而已 您放心 我这就去欠他 他还是相信范增的 别的不说 就说当初宴请赵浪的时候 范增可是主动安排了杀局 差一点就成功了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是昭浪的人呢 等了这么久 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 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七十五集 书陪你喝酒 范增此时说道 向将军有自信就好 老夫这里却有一计 要向将军全程知晓 向庄很快回道 先生但说无妨 我要你将此次老夫和大将军的争吵 传出去 向庄直接愣住了 这主将和谋士不合 可是有损军心的 正要劝告呢 范增却将他拦住 然后把自己计谋说完 向庄听得眼睛猛得亮起 先生大财呀 饶是秦王狡诈 这次也要让他吃亏 只是这次范增没有太过得意 秦王狡诈多疑 我等还是要小心些 先生 我先去阿宇那里 放心 此时我先不会和他说的 说完就朝着项羽的位置而去 此时 项羽已经独自回到了营帐之中 心情烦闷地喝酒 大叔父 亚夫是你要我认的 可如今这真真假假的 我却是看不出啊 群众也没有其他人为我解用 鱼姬也不在身边 喝了一口酒 项羽却越发觉得烦闷了 正想出去透透气呢 却是有人直接走到了营帐里 原来是项博 小叔父 你这是做什么 我就知道你今天肯定会不高兴 这不是来看看你吗 你是大将军不错 但你啊 更是我的侄儿啊 来 叔父 陪你喝酒 听到这话 项羽不由地想起了大叔父 心中浮现出了一丝温情 哎呀 大叔父之前说得对呀 这外人哪有自家人可靠啊 项博一边给项羽倒酒 一边琢磨着 赵兄似乎很在意我家侄儿啊 如果我能把羽儿给劝说好了 那王位是不是就稳妥了呢 项博陪着自家的侄儿喝了不少酒 当然了 这也有好处 除了粮草之外 项羽还把一些军中内务交给了他 算是升官了 可惜的是 这点官位在项博看来已经不算什么了 毕竟那能跟王位相比吗 离开项羽的营帐 项博看着照浪所在的方向 轻声地自语 秦王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说服羽儿的 两天后的早晨 骑地半岛 码头上 原本荒凉的海湾 因为码头的存在变得繁华了不少 此时 不少人正朝着码头赶过来 有着急的 甚至一路小跑 这里搬运货物需要不少人 这里的主人给钱那是极为公道 有时候甚至还管吃的 虽然说不知道吃的那东西是什么 但是入口软绵可口 最重要的是保富 所以呢 大家都愿意在这儿谋一个生路 而且今天码头上来了很多军事 还有物资 肯定是要许多的搬运工 正是他们卖利器的时候 一个头发都有些花白的老汉 到了安排搬运的地方 露出了一个满是褶皱的笑脸 哎呀贵人 老汉有气力 可以搬东西 负责安排管事的看了一眼老汉 倒是没嫌弃对方年龄大 现在青壮们要不就在田地里 要不就去打鱼了 再要不就是被拉去打仗了 只有这些老汉才有时间来做搬运工 这里没有什么贵人 我出钱你出力 搬东西到太阳落下 管事的很快把情况说明 你只要答应 就拿一竹牌去那边干活吧 老汉哪里会拒绝呀 连连点头 都挺贵人的 都挺贵人的 拿了竹牌就去了旁边 轻轻抱起的用力 抓起一个大袋子就扛到了身上 只是用力有些猛 没有站稳 眼看就要倒下去 好在此时 一双修长有力的手 帮他抓住了粮食 老汉回过神 就看到一个长相 极为俊朗的年轻人 他正要道谢呢 一旁的管事等人 已经是急急忙忙跑了过来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老汉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焦急 哎呦 贵人 都是我的错 我有力气的 只是刚刚狡猾了一下 他必须要保住这份工 要不然家里人就得饿肚子 一旁的管事刚想发怒 看了一眼年轻人却又不敢 年轻人很快说道 不要紧 一次少办一些就是 你先去忙吧 老汉有些忐忑地看了一眼管事 管事的连忙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呀 老汉这才搬了一袋轻一点的离开 等老汉离开之后 年轻人才对管事的说道 海哥呢 回贵人 海哥他正在另一处码头上 已经让人去叫了 马上就到 管事的可不敢对这年轻人 有丝毫不敬 因为这才是码头真正的主人 年轻人却是笑道 你不是说这里没有什么贵人吗 我觉得说得很对 管事的只是陪笑 这些贵人的话 听听就行了 千万当不得真 好在海哥很快就到了 倒是避免了他尴尬 海哥一到这儿 就朝着年轻人走过来 面露喜色 好 您来了 年轻人自然是赵浪 赵浪点点头 看着招募人手的管事说道 让那些人一次少办一些 不用出死力 然后再去多雇佣一些人 一天发三个钟土豆 该给的工钱不能少 争取让所有到了码头 这里来的人都能有活干 多一个干活的人 就少一家人挨饿 以后他当然是会 大兴基础建设的 但是他的建设 跟老爹的不一样 将会带动大情的发展 看看码头就知道了 一个码头就能养活 成百上千的人 这些码头呀什么的 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当然了 前提是他有足够的 粮食物资钱财 这些东西呢 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 海哥不知道赵浪 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 点头应试 然后说道 陶儿 是不是管事的 有什么没做好的 我立刻换了他 赵浪摇了头 他做得不错 不说这些了 我这里有近一万人 你要尽快都送回辽东 我会第一批走 海哥自然应试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七十六集 全军出击 很快 两人就商定好了 大致的事情 只是结果不尽如意 现在船还是太少了 太小了 想要完全把这些人运过去 要不少时间 赵浪看着海面突然问道 你们的船 有走过外海吗 他们的船呢 一直都在辽东和焦东郡之间的内海航行 没有去过外海 海哥愣了一下 我没有去过 不过 鱼蛋去过 听到这话 赵浪露出一个笑容 看来海哥还是放不下鱼蛋啊 但也无妨 好 等把大部分的人都送到辽东 最后的一批人 我要你把人送到高沟里的腹地 他们会知道怎么做的 他从来就不只是想着防守 高沟里既然敢来他的地盘 他就让对方勇士翻不了身 海哥很快领命离开 赵浪还是站在码头上 似乎在等人 没多久 一匹快马到了不远处 赵浪才露出一个笑容 迎了上去 萧和 辛苦了 来人正是萧和 赵 秦王 萧和也是极为激动地到了赵浪的身边 他已经接到消息了 怎么都没想到 赵浪居然攻下了咸阳 而且还是诸子百家中农家墨家的首领 这些事情 赵浪没和他们说过呢 当时他差点惊得坐到地上 好在没人看见 当然了 他也不会怪罪 哪有主家会把自己的底牌都告诉下属的 人情世故这一方面 萧和拿捏得很准 赵浪也没有多做寒暄 他要坐第一批船走 静止问道 齐帝的情况如何 萧和呆着几分骄傲说道 秦王放心 这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齐王田都也没有怀疑我们 就连齐王田荣也有意和我等联系 如今 齐帝已然有驻军两万 还有三万人跟着韩信在定逃 他很快就把大致情况跟赵浪说明 赵浪微微咋舌 这才多久事件呢 齐帝又多了这么多大军 韩信的军事能力的确是有些恐怖 当然 更夸张的是 萧和居然支撑得住 哪怕里边有农家人协调 这也有些夸张了 自己把两个人放在齐帝 那是做对了 这么一来 自己似乎是已经用云梦泽 寒卫其四处地方 形成了对处地的包围 这倒是意外之习 守此甚好 本王此次回辽东 是为了抗击高沟梨 一两个月应该足够了 到时候会有新的计划给你们 老德 如果你们听到什么有关于本王身份的传言 也不要惊慌 昭浪想了想 还是先跟这些人提前说说的好 自己的身份呢 过不了多久 应该就会被传出来 萧和有些不解的点头 但是也没多问这件事情 而是略带担忧的说道 秦王 在下也听闻高沟梨 此次有近十万的大军 您的这些人够吗 高沟梨 哪里来的十万大军呢 都是一些乱民而已 这些人足够了 高沟梨能养得起十万战鞭 那不有鬼了吗 他正好让这些人知道知道 全职精锐军事的力量 萧和也不勉强 很快 赵浪再嘱咐了一番 就干脆带着人上了船 萧和看着赵浪离开 也不由地跟着看了看高沟梨的方向 有些厌恶地说道 这些蛮夷 也真是不会选时候 不然的话 现在正是秦王稳固咸阳的好时候 他还是知道 辽东是赵浪的大本营 毕竟前期那么多物资 兵源都是这么来的 只是希望赵浪能早点解决高沟梨 然后来和向氏和秦军决一胜负 天下已然就在眼前 正当赵浪的船驶入海洋的时候 辽东和高沟梨之间的边界长城 离高沟梨最近的一座辽望台上 一名秦军正面色严肃地 看着远处的一处营地 因为隔得远 从这儿看过去 那营地似乎只有一个巴掌大小 但是秦军知道 那儿聚集着近十万大军 他们探子早就报上来了 他的任务就是看着这些人的动向 也不知道这些狗东西哪来的胆子 居然敢在这里聚兵 要不是现在人少 老子非跟着将军弄死他们不可 秦军带着几分厌恶和一旁的同胞说道 一个瞭望台上肯定不会直放一名军士 另一个秦军听到抱怨却是皱起了眉头 这些人呢 应该是知道了 现在我们不多 人不多又怎么样 老子一个能打他们十个 另一边的秦军倒是不觉得对方在吹嘘 因为他们这些人呢 的确是可以以一当时 心里边对战局却是没那么乐观 他们确实是可以人人以一当时 可他们整个防线就两千人 对方有十万 他们两千人只能杀两万 那剩下的怎么办呢 长城之后就是打情呢 就在他担忧的时候 一旁的同伴忽然间传来了一阵响动 那些人好像有动静了 这名秦军顿时抬眼往远处的营地看过去 就看见原本是一团的营地分出了一条黑线出来 就像是长出来的一根尾巴 秦军已经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此时不远处一名大秦骑兵朝他们疯狂地跑了过来 那是他们的前手 点燃封火 说完就朝更深处跑了过去 两名秦军顿时脸色一素 点燃了封火 封火传信是一套极为便捷有效的传信方法 也是华夏人智慧的体现 顺时间一道道 封火依次传递 大秦编军之道有敌军来犯 两名秦军再看一眼那黑色长蛇 就朝着自己打军而去 面对这十万大军 他们必须在一起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实力 而此时远处高沟离的营地里 一名面色发黑的青年正站在一处高台上 正在给出发的大军鼓劲呢 我们的东西已经全部吃完了 国内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就是因为暴秦的掠夺 他们向我们索要钱财 女人 粮食 我们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现在暴秦已经衰弱了 他们的那一道长墙上 只有两千士兵 而那长墙的背后 是肥沃的土地 是吃不完的粮食 只要过去那里的所有东西 谁站住了就是谁的 现在为了你们的家人 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 向暴秦进发 他的话被周围的人 一层一层地传了下去 所有人眼中都逐渐浮现出了 狂热 憎恨 贪婪 走向大秦的脚步也越发快了 没错 大秦有那么多好东西 谁先抢了就是谁的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七十七集 疯狂的高沟梨 那青年说完之后就走下高台 看着等着他的高沟梨国主 露出了一个笑容 国主 蔡霞幸不辱命 此时的士气可堪一用了 这个家伙呢 自然就是纵横家张礼 高沟梨国主 神色极为复杂地看了看他 先生大才啊 原本他的军队呢 士气不算太高 跟大秦做了这么久的邻居 大家都知道 大秦的强大和威严 没人敢冒犯 哪怕他身为国主 强制地要求这些人随他出征 可是到了边界的时候 看着那一道长城 众人心中还是生起了一阵惧怕 绵延数百里的城墙啊 这是何等伪计啊 眼看军队士气低落 他们都已经准备用武力 逼迫这些人了 张礼却是站了出来 先是直接让大家耗尽了 原本就不多的物资粮食 然后就是这样一番话 几下就让这些人变成了 如同野兽般的大军 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 面对夸赞 张礼却是淡然一笑 这不过是纵横家蛊惑人心的小手段 先让人陷入绝境 再抛出诱惑给人希望 最后给明目标 这就成了 这个办法呢也有缺点 那就是后劲不足 等这些人到了辽东 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甚至会为了财物互相残杀 但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张礼此时笑道 哈 国主不要忘了我要的那些东西就是了 这家伙现在就是一心想要炼化那颗金丹 只可惜高沟黎的材料已经不够了 高沟黎国主点头说道 先生放心 只要能占据辽东 您要的那些东西 本国主是一定给您的 很快 高沟黎国主就跟上了队伍 他要亲眼看着自己的臣民攻破大清 十万人 有多少呀 密密麻麻 见不到尾巴 当这些人一个个翻过不高的秦城墙的时候 两千秦军并没有惧怕 秦军不怕战 但他们会累 这些敌人前赴后继地朝他们扑过去 血肉模糊 人间地狱 不少秦军刀刃都砍卷了 但这些人依旧没有停歇 而是发着如同野兽般的嘶吼扑上来 因为前进是死 不前进也是死 也有不少人被吓得崩溃逃散 但是他们也会被自己那些 如同行尸走肉般的铜板推着前进 这是一条不归路 他们已然没了退路 两千大秦边军奋力死战 但是人力终有尽失 一天的敖战之后 他们最终覆没在了十万人中 很快 边境上升起了一道浓黑色的封烟 这是边境陷落的标志 告诉副帝做好准备 看着那道黑色的封烟 高沟黎国主眼中露出了一丝狂热 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居然赢了 秦军也并非不可战胜 我攻破了辽东 我居然攻破了辽东 我一定要拿暴君暴臣付出代价 一旁的张礼眼中闪出了一丝不屑 十万人战胜两千人 损失了近三万人 如果这也叫胜利 诸都可以当将军 但是他不会拆穿 反而恭维几句 然后说道 国主 这辽东之地其实不可久居 以我之见 还是多攻击一些庄子 搬运财物回去 张礼其实知道 从一开始 六国联盟就没有把高沟黎 当成一回事 不可能把辽东给对方 所以赶紧抢了东西才是对的 不然到时候 不管是大秦 还是六国联军 只要腾出手来 都会把高沟黎给赶出去 还不如抢点东西走 正好给他炼药 高沟黎国主 此时露出了一个笑容 本国主知道 虽然我等于是六国贵族出身 可是那些人 根本就没有把我们 当自己人看待 这辽东呢 单凭我自己 当然是守不住的 但是 本国主已经是联系了 东湖王廷 他们会派出五千的骑兵 从这里 进入大秦 等到时候啊 这辽东之地 本国主和他们共分 说完 高沟黎国主露出 李斯得意的笑 他当然也不会 适事指望张礼一人 对方摆明了 只想炼化丹药而已 他又不瞎 听到这话 张礼却是皱起了眉头 国主 东湖王廷之前发生了变故 你可弄清楚了 可要小心啊 纵横家虽然在东湖王廷也有眼线 但是变故之后 信息少了很多 在他借助高沟黎国主除掉自己老师之后 整个情报网更是一片混乱 他也没有心思去恢复 因为他现在已经感觉到仙界离他越来越近了 那个五彩斑斓 绝对不存在于世界的仙界 所以他并不想高沟黎国主现在就出问题 高沟黎国主 淡然说道 先生放心 本国主自有把握 而且那些物资 也是不会少了先生的 张礼这才点头 不再管这些 高沟黎国主意气风发指着大秦境内说道 向大秦进军 听到命令 剩下的人如同蝗虫一样 朝着辽东腹地而去 看到这一幕 这些人中一名老者缓缓地叹了一口气 用纵横家的渠道 告诉所有人 早做防备 高沟黎最终 还是进入了大秦 不久前 辽东腹地的一座庄子上 不同于一般的庄子 此时 整个庄子上都响着少年们的读书声 紫月 温固而知心 庄子上的农夫们听着声音 只觉得这是世上最美妙的声音 因为那些声音里有他们孩子一份 农夫的孩子也能读书 而且教书的是大秦的大儒 不用交学费 还管吃管住 他们要做的就是给主家种地 种地的收获 大半还都是自己的 当然了 也不是没有义务 那就是农闲的时候 他们也不能休息 还要被拉着去训练 如果有了贼人 他们还有守卫庄子的职责 但是这有什么呀 如今大情动荡 大家都是聚集起来自卫 能有这样的待遇 简直就是祖坟上冒清烟了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578集 我背如生 我听说你家孩子都能认出 百来个字了 一名农夫对身边的同伴说道 同伴露出了一个骄傲的表情 那小子还行 就是贪玩了一些 我看你家那姑娘不错呀 虽然大一岁 那不要紧 要不就嫁给我家那小子吧 农夫此时露出了一个 狡黠的笑容 连连摆手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你家小子可是认识 百来个字了 那以后可不得了啊 同伴脸上笑容更盛 正要说什么 农夫却是说道 而且我家姑娘 现在都快两百个字了 哪有时间结婚呢 而且家主说了 女子到了十六才能出嫁呢 同伴的笑容顿时僵住了 农夫畅快地大笑起来 下一瞬 他笑容僵在了脸上 因为两人都看到远处的天边 生起了一道道烽火 这是外敌入侵的标志 两人很快朝着平时操练的地方跑过去 此时 庄子的教室里 一群少年也发现了外面的烽火 他们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唧唧喳喳地讨论起来 教书的如生不由地看了一眼 看到烽火的时候 却只是说道 接下来你们自省通睹 说完就从旁边拿起了自己的歉 先生 您去哪里啊 有少年翠生问道 如生却是头也不回 大笑一声 哈哈哈哈 小子们 你们要记住了 我被如生 上报家国 下安离数 说完 持剑向外走去 为人师者 当以身作则 如生提剑走到教室外 就看到其他教室里 走出来同样的十数名如生 其中有老有少 这些如生相视一笑 然后朝着庄民们集合的地方走去 此时 庄子上所有十六到六十岁男子 已经集合到一起 按照平常的训练 集合到了操练的地方 当如生赶到这里时 却看到自己的首领空甲 正在和庄子上两个主军事的少年争执 这两个少年他们认识 正是大猫和大狗 先生 您不能上战场 大狗此时苦苦哀求 一旁的大猫也是连连点头 是啊先生 您的年岁也大了 这些粗活也就交给学生们就是了 免得那些高丽人脏了您的手 先不说空甲本就是他们的先生 他们当然不想对方上战场 万一有什么闪失 家主回来 一定会扒了他们的皮 空甲手持利剑瞪着眼睛 老夫正是壮年 哪里老了 你觉得老夫老了 是当初打你们手心的时候 嫌老夫打得不够用力吗 老夫行走天下 剿灭山贼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在哪儿 再说了 那农夫里有比老夫年岁大的 无忌也不如老夫 他们能去 老夫为何不能去 你家家主不是时常与你们说 我等病武高低不懂吗 怎么到了老夫这儿就不行了 赶紧给老夫让开 空甲的一番话说得大猫大狗 哑口无言 论辩论 他们不可能是空甲的对手 只是抱着腿苦苦哀求 反正不可能让空甲上战场 好在此时 陈平走过来 大猫大狗连忙喊道 陈平先生 您赶紧劝劝老师吧 陈平主要是留在辽东 稳固后方 顺便渗透官府 福伯小玉 则是照顾着自己这些庄子 只是陈平还没有说话 空甲就提前说道 怎么 你也要来劝我 参与政务久了 连儒生的胆薄都丢了吗 陈平已经和空甲等人 相处这么久 习惯了 笑着回道 如首您说的没错 我被儒生 自然也有守土之责 一旁大猫大狗都看傻了 让你来劝老师的 不是让你传夺老师的 空甲也是点点头 只是此时 陈平画风一转 但是如首 弟子跟在公子浪身边 却听过这么一句话 人无高低贵贱 但职责却各有不同 您身为如首 应当统筹我等 而不是冲锋在前 这样的道理 您自然是知晓的 只是为了激励我等而已 如今所有儒生 都已经在此 您呢 还是在后方好一些 一番话说的空甲 不有点头 说的不错 陈平顿时露出一个笑容 就听空甲说道 既然如此 就由你带着儒生 带老夫上去吧 陈平顿时一愣 空甲接着说道 你在后方良久 难免失了胆气 如今却是正好历练一番 陈平只好苦笑着答应 如首 如生中年岁四十五以上的 和您一起留守庄子 其他人 不会分派到各个队伍中 充当各个庄子队伍之间的传令者 我等如生精于积极 却不擅长于战争配合 如此 却是最好的安排 这样一来 庄子的队伍之间 配合会更好 有利于击破敌军 这安排不错 不过听你意思 你这次是想出庄子和对方交战了 之前商队就已经传回了消息 高沟黎聚兵十万 如果不联合起来 只会被各个击破 如今边境生起黑色朗烟 说明边境秦军已然全部覆灭 这十万乱兵进入辽东 百姓会有大难 如首您也知道 公子浪早已经把辽东百姓 当成自己人了 我等若是不救 恐怕会被责磨 而且公子浪传言 已然在权力赶回来 空甲倒是不意外 他还是知道 招浪那护短的性子 那时候为了那些仆人 招浪敢杀人灭壮 此时 这些高沟黎的人 这次算是结仇了 只是高沟黎十万乱军 你们准备如何应对 空甲当然是不巨战的 可是这实力相差太大 所以他才想着带着老人先去削弱敌方 探探实力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 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 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七十九集 家园 陈平此时笑道 哦 属手不必担忧 还记得之前来的那数百名工匠吗 他们制造了不少联弩 虽然搬运不易 但是被大狗他们放到了牛车上 有上百辆这样的车 其他的联弩都放在桩子上 还有农家的圣名 已经召集了不少农人 也会来支援我们 陈平稍微说了一下 桩子上的防御 暗了暗对方的心 空家点头 那好 我便等你们胜利归来 很快 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妥当 而此时 还有十几个桩子 发生着同样的一幕 擅长奇数的儒生们 穿梭在其中相互通告 十几个桩子的队伍汇聚到一起 一支近六千人的队伍 出现在辽东的道路上 一队队配着长枪 短剑皮甲的精锐军士 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在最前面 然后是装备相对简单的农夫 再然后是一个个提着药箱的医师 最后则是一辆辆牛车 除了拉着物资和粮食 还有近百辆牛车上 是一个个样式奇特的弩箭 每一个牛车都跟着三个工匠 而在队伍旁边儒生们骑着马来回传递军令 原本看到狼烟恍然害怕的百姓 面对面前的队伍眼中一片迷茫 这是哪儿的队伍呀 肯定不是秦军 这些人没有大秦边军那个彪悍的气息 但是大秦边军也没有这支队伍那种 与众不同的精气神 你们是哪里的人 道路旁的一个孩子好奇地问道 他才问完 身后大人就把他拉到了身后 然后裴笑说道 孩子不懂事 孩子不懂事 一个年轻的百夫长想着自家家主的话 我们是你们的人 我们 那人眼中一片茫然 他们不过是卑贱如草的百姓 哪里来的这些人哪 百夫长也没有多说 带着队伍朝着边疆而去 那里的百姓需要他们 此时边疆处 高沟离的乱军们 已经是如同蝗虫一般 向着辽东腹地蔓延而来 一天之后 辽东边界处 一群近百人的高沟离乱军 正在向一座小的农庄投掷火把 农庄里边已经有不少地方着了火 里边传来了一阵阵的尖叫 但是没有人出来 一座小农庄上人不过百人 其中还有不少老弱 凭借着农庄的围墙 还能撑一段时间 出去那是打不过那帮人的 一个高沟离乱军点燃了枯草制成的火把 然后怪笑着将火把丢进了农庄里边 他从来没有感觉过这么快活 在高沟离的时候 他不过是一个贱民 这辈子连肉都没吃过 可是到了辽东这些天 他和其他人洗劫了一座农庄 不止吃到肉食 还抢到了不少财物 等他回去了 不对 他为什么还要回去 辽东的地比高沟离肥沃 情人的女子比高沟离漂亮 国主已经说了 辽东的地 谁抢到就是谁的 至于家中的妻儿父母 那些都只是累赘而已 想通了这些 他只觉得似乎整个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眼中爆发出一阵如同是野兽一般的光芒 嘴里边发出一阵阵怪笑 又点燃一个火把 准备朝桩子里边扔过去 就在他手才抬起来的时候 空中响起了一阵破空声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一道黑影就已经扎进他心口 高沟离乱军有些茫然的低头 看到一只食指粗细的弩剑出现在那里 一道红的发黑的血液 正沿着缓缓流下来 他知道自己要死了 可他还没有拿到土地 还没有抢到情人的女子 他怎么能 他遗憾还没想完呢 哭的一下 又是一根弩剑扎进他喉咙 他直接倒下 无神的瞳孔里 一支队伍正朝他们射击 同伴被杀 其他高沟离乱军也反应过来 他们没有惊慌 只有愤怒 张国仁写的他们早就已经跟之前不同 更何况对方人不多 只有二十个人左右 还都是些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他们有净百人呢 没有丝毫有语 高沟离乱军嚎叫着 朝着对方杀了过去 如果是普通人看到这么疯狂的一幕 腿可能都要下软了 但是这些少年却是神色冷俊 看着冲过来的乱军 为首的少年很快说道 放 一阵弓险猛然放开的声音 瞬间冲在最前面的高沟离乱军倒了十几个 只是大家之间距离更近了 这就极为考验弓弩手的定力 但这群少年只是淡然的再射出一轮弩箭 等对方冲到面前 就可以看到对方脸上爆牙石 这才拿起了身边的长枪 依靠阵型 把冲在最前面的高沟离乱军刺穿 被长枪刺穿的高沟离乱军 发出了一阵阵惨嚎 但是他们却死死抓住了长枪的杆子 好让自己同伴杀了对方 他们不是有什么牺牲的精神 只是想着要亲眼看着这些少年们死 可惜少年们似乎早有准备 完全没有拿回长枪的意思 直接从腰间拿出短剑 自觉的三人一组朝着敌人冲了过去 一人进攻 一人掩护 一人侧应 组与组之间也是如此 相互搭配极为默契 像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 极为有效地收割着敌人的性命 高沟离乱军瞬间进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他们的人明明比对方多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面对敌人的时候 敌人总比他们多 他们拼死反击 但他们那简陋的武器落到对方身上 只有一道道划痕 而对方短剑刺在他们身上 却是一道又一道致命的伤口 当他们发现自己不占人数优势的时候 不知道是谁先往后跑的 溃散开始了 少年们也不追赶 而是淡然拿起弓弩再一次射击 最终没有一个人逃了出去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多人精品小说剧 大秦 不装了 你爹我是秦始皇 作者头顶一只喵喵 制作五一巨舍 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共同出品 第五百八十集 六千 战斗完毕 少年们却是极为淡然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战斗了 然后开始打扫战场 师长 这些人是怎么打进来的 一个神色比较憨厚的少年 台监刺死了一个 装死的高沟里乱军 带着几分不解的问道 秦军还有长城做掩护 怎么没拦住啊 这些人没什么战法 更没什么装备 他们二十人杀了近百人 无疑伤亡 甚至还有点轻松 年纪稍大一些的 师长也没什么意外 他们人多 我们二十人可以杀一百 如果注意方法 甚至能杀两百三百 可你能杀一千吗 憨厚少年认真想了一下 然后摇了头 这一千人 都能把我们给堆死呀 那便是了 这次高沟里 可有近十万人 秦军的人可不多 你别忘了 我们的这些墨家弓弩 长枪短剑皮甲 夹起来都快一两金子了 这些墨家弩不是连弩 却也很贵 憨厚少年直接愣住了 啥 我这这么多钱 一两金子 他全家这辈子没见过一两金子 师长没好气地说道 不是你 是你的装备 少年呕了一声 眼睛一亮 师长 我能不能把你这长枪换成钱 给家里呀 我有剑和供弩 就行 你想被家属骂死你就去 也就家主把你的命当一回事了 我又不值钱 少年叭截着嘴 说着顺便弄死了一个没死透的 很快他们就离开了这里 按照命令 他们要初步清除周围的乱局 因为他们要把这些乱局 控制在这一片地区 不能让这些人祸害其他地方 等少年们走后 小农庄里的人打开门 看着这些年轻的背影 他们有些迷茫 这些人是从哪来的 这一幕在各个地方上演 当然了 也有乱军逃了出去 毕竟不是每一个小队 都能一个都不放过 不久之后 高沟离乱军的一处营帐里 国主脸色铁青地 看着面前的探子 你说什么 周边死了几千人 是的 国主 下面的人抱上来的 我们周围出现了军队 听到这话 高沟离国主脸色 一片惨白 难道 是大秦的编军来支援了 他之所以敢大进辽东 就是知道整个辽东就两千秦军 就连县城现在也应该是不过几百守军 他佣兵十万 现在是七万多 在整个辽东应该是没有敌手的 所以他才把人放了出去 抢夺五字 他要担心的 只不过是向氏联军和大秦分出胜负之后 才有人来对付他 可那时候他早就稳固了辽东了 更别说到时候还有胡人的骑兵度阵呢 一时间 他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一旁的张礼看到对方慌乱的样子 周眉说着 国主先不要着急 让高沟黎精锐守着本阵 让所有人都回来 另外派出探子 查明情况 他虽然不是那么懂军事 但是这些基本的他还是知道的 有人出主意 高沟黎国主总算是恢复了一些神志 对一旁的卫一说道 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去下令啊 卫一眼神微微闪烁了一下 他猜到了这些人应该是赵浪的人 不过他也没有说的打算 跟赵浪这种狠人一比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看好过这高沟黎王子 这大傻子 还是找个机会赶紧跑吧 去找相事才是真的 接连应试 然后准备退出去 就在这时候 国主又叫住了他 等一下 再派人去东湖那边看看 他们到哪了 吩咐了一阵之后 他才让卫一离开 很快 之前四处蔓延开的高沟黎乱军 就像是受到了惊吓 又重新缩成了一团 另一边 陈平看着败退的高沟黎乱军 脸上没有太多喜色 而是向一旁的大狗问道 咱们的人都回来了吗 大狗点头 都回来了 抱上来的杀敌术 已经给我签了 我们自己有几个受伤的 但是 有医师照顾 没有什么问题的 陈平没有意外地点点头 这派出去的人 就是庄子上最精锐的少年君 武器装备训练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有这样的战技并不稀奇 大狗此时继续说道 探子也找到了对方的本证 他们倒是没有隐藏行动的意思 大概有七八万人 听到这个消息 陈平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七八万人 可不是个小数字呀 他们只有六千 其中一千呢 是少年精锐军 其他都是农夫 这些人虽然说时常训练 可是没有经历过实战 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 农家圣女那边怎么样了 陈平问道 极无双的身份 招浪跟他交代过 白姑娘后没有联系 他那里只有三千人左右 正在赶来的路上 大狗有些遗憾地说道 普通农夫和能上战场的农夫 还是有区别的 那我们还不到一万人 陈平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有一说一 这行军打仗确实不是他擅长的 而现在 辽东却没有人比他更懂了 别看如手意气风发 论起指挥战士 那还不如他呢 大狗皱了皱眉 那我们先不打 反正啊 他们应该也是被吓住了 轻易不敢动 陈平此事摇了摇头 打 必须打 对方现在也得试探我们 要是不正式打一场 他们反倒会有所怀疑 只是我们要好好想想 该怎么打 一旁的大猫撇了撇嘴 射有什么难的 家主早就教过我们了 玉敌不管其他 先用弩箭射 一直到没有弩箭为止 再和别人交战 其实要不是诉说那些东西太过危险 很容易伤到自己人 只给了一些正义牌手榴弹 他们应该在大上一边再跟人交战的 一旁的陈平听得露出了一个苦笑 你们可知道这些弩箭有多贵吗 陈平负责内务 自然知道这些 从来没见过这么金贵的军事啊 等了这么久我才摊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们就不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吗 欢迎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